各位好,我是黄俊群 欢迎来到进阶电脑系统理论与实作这门课 这门课是开设在2020年的秋季 我想来跟大家介绍这门课的规划 这门课如果说你过去有关注的话 我们过去讲的是比较通用的系统 在今年的话我们做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就是你可以看到左上角 我们要特别去涵盖自动驾驶 以及这个robotic operating system 就是所谓的ROS的这种 我们想要探讨它里面的这个实作 以及在这上面呢去建构一些应用 那在自动驾驶的话呢 我们会跟大家特别提到 我们在成功大学所做的一些试验 那我们陆续已经把一些相关的基础元件 陆续开放Smart出来 那在今年就是在这门课程以外呢 应该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我们在自动驾驶的一些进展 好那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就是一个乡民 然后我会逛有空的时候会逛一下这个BTT BBS 那靠北系列的我也看好 什么靠北工程师啊 存靠北工程师 我也搞不懂有几个 反正我大概看了三十个吧 然后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界面吧 好那但是其实你跟我可能就已经有交集过了 你的手机里面可以可能执行过过期过的软体 好然后手机背后它涉及到一些机密机械 其他空的这种系统呢也有过去禁锁的痕迹 那也欢迎呢不管你有没有继续参与什么课 那你也可以在PDE上啊就是针对特别议题去讨论 好那八卦版是一定要去关注 好那就是就算你讨厌我的话呢也不用记得把Android 手机丢掉吧因为可能IOS里面也会用我做的一点小东西 好那跟大家就是在介绍课程之前 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这个大家很好奇的几个问题吧 就是一定有同学好奇说这个课会不会很超啊 好那这件事呢完全取决于你现在的高度 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你的技能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其实你参与什么课其实是相对是负担很低的 好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起跑点比较远一点的话 也没关系那就多弄一点好 然后这个回答好像有回答跟没有回答一样好 那就是完完全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期待 好然后呢也有同学好奇说这个程度很差会不会当掉 好说真的我开课开到现在开了八年 好那真正被我当过的学生只有十一位 好所以你就算八年只有当十一位 好所以你可以看这个 基本上大部分学生都不会被打掉可以吗 好而且呢我们这本课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呢 我们50%的分数怎么来的 来自你自己给的分数 好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呢你真的脸皮啊不是脸皮啊 就是说你认为你已经全神付出了 好那你值得这个分数那你就写 你就把50%的字评都给它十分 好就是十分里面的十分 好那当然多数同学都会取决于自己的这个 这个投入的状况了好然后再来是说呃我们在这个 课纲里面呢其实有提到诚实面对自己好那这个诚实面对自己呢是我们这本课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就是说呃 我认为说尤其是作为一个工程人员好这件事是非常重要没有人 会对所有资金系统都有非常高的掌握这是不可能的好你可以看Linus Tovas一手创建的这个 这个Linus Kernel 对好这Linus Kernel这样建立之后呢其实说真的Linus Tovas在今天他也不可能说Linus Kernel每一行都可以看得懂为什么呢因为Linus Kernel的城市码行数已经超越了 两千八百就是他的规模已经到两千八百万行了所以Linus Kernel一开始大概是一万行的规模 所以你看从一万行强化到两千八百万行那当然中间有很多三减就是说这个城市码不是只会累积它其实会有三三减减 那即便是Linus Tovas呢他是全制作Linus Kernel的也不可能全部懂所以更别说我们这个普通的工程师 那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诚实面对自己呢是讲是好比方说我们讲戏源比方说我们讲这个Jaba 我们讲这个构源各式各样的诚实资源你知道他的规格你知道他的行为吗 然后就是你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吗你可能只有一个概念但是细节你不知道那不知道就诚实告诉自己告诉他人 我就是不知道给我时间查给我时间去探索给我时间去理清这很好绝对不要不懂装懂所以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不懂装懂 那但是这件事呢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不管是对在校生尤其是尤其你已经在工作的话呢这件事非常困难的你要在一个人面前诚实告诉别人说 其实我对什么东西的掌握度很低了这是你知道吗因为里面的时候都会在讲的自己好什么东西都会一样对不对 但是你进来工作就跟人说其实我没那么懂对不对 这个听起来有点尴尬但是诚实面对自己好 好那我们会有很多手段让你可以诚实面对自己 当然说每周最长每周我们有18周所以就有18次的随障测验 好然后呢我们也会有作业然后呢我们偶尔会安排一些问答或是一些某种形式的那种互动 好那总之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这个学习的状况 还有说自己的表现哪一盲点 然后呢再来是说我们在这门课呢大量使用Linux 然后有同学就有些困扰啦说他们电脑没法跑Linux啦 想办法然后呢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啊世界上前几大的软体公司都用了 所以就是在20年前呢我们还要讲说推广Linux 我觉得在现在我完全不会跟你讲什么推广 只用就对了 好然后当然如果说你临心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在星期二的晚上有安排office hour 所以你可以跟我预约我们来起码去排出 如果你是透过软体调整啊或者说你的电脑刚好遇到一些问题 好那你可以跟我借电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好然后呢再来是说呢也有同学会想知道 想知道就是说他对这门课很有兴趣啦 好可是其他门课很负担很重该怎么办 好那说真的我想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做时间管理啊 那请同学我用不是那么正面的回答你这样啊 因为说真的就是这就是一个考验啊 你现在在学生时代呢可以学会实行管理这是很好的 因为接下来你会有工作啦 你会有家人啦 甚至你会有其他的事业啦 好再来说你可能需要照顾更多人啊 或是肩上有更大的责任 那总之呢这些都需要克服 好然后呢再来是说呢 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作业跟水浪测验其实都有点难度啦 然后我们是尽可能把这个真词世界啊 好特别是一些科技公司的面试题目把它改写 然后变成我们的作业或是测验题 然后你会发现说 不管这个题目出的再难了总是有人可以拿满分 总是有人可以当天写出来 好就是当周或者写出来那样 然后你可能写的两周三周都还写不出来 为什么有人当天出作业或是出题目就可以了 你要知道有些同学修了两次 有些同学修了三次 有些同学修了超过三次可以吗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人做那么快 因为他上过很多次 好这个换个角度想呢 如果你在这一次呢学的不是很好 没关系那你就去下学期下次继续讲听 继续学习你就会变强了 好那终于我们可以来探讨这个这本课是怎么一来的 这本课呢叫做进阶电脑理论与实作 好那其实呢说真的我一开始想开这本课呢 其实我是想要开计算机概论 但是呢不是大学部是研究所的计算机概论 然后但是呢依据本系的一些命名的一些规则 研究所是不能开概论 不要问为什么反正这是系上规定 然后呢研究所规定呢大学部如果已经有了课 比方说大学部已经有什么计算机什么什么的东西 好那你前面如果有相似的话呢前面就要加进阶 或者什么之类就是看起来比较厉害的样子 好但是注意到我们这门课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计算机概论 然后呢这是我们差别在哪 第一个我们开了研究所 所以我们这个硕班的学生是可以来修这门课 可以取得学分的可以让扎扎实的取得学分 第二个是我们是用美国一流大学的标准呢要求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有没有想到这个太困难了 我们是用人家大学部二年节标准来要求硕士 要求博士达到我们的这个什么 达到这个人家的大学二年节标准 所以各位同学也不要觉得说标准太高 好搞清楚吧有点像我今天大学一年节的时候 说我们要求你有大二的程度 好类似这样好高的程度这样好 好所以呢其实呢我们是希望呢让大家体会 好就是说一流大学的课程标准到底在哪里 好因为我们在台湾 这个标准已经下修太多次了 好那标准下修说真的对 不管是对老师对学生 不然说未来的业主都是很大的困难 以前说真的一个学生还没毕业 业主可能就想用人了 好因为这个特定的学位是这样 是有它代表性能够考验某些学校 能够在这样的学校兼须一起考验 其实说真的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说真的现在即便是台大电机 很可能人们都在想下 因为台大电机绝大多数很优秀 但是总是会有些比较特别的人 你会遇到至少我就遇过 好那所以总之呢就是我们希望用一流 美国一流大学标准来要求各位同学 但是本质上它是计算机概论 所以这次为什么这门课看起来好像很发散 是的它就是跟计算机概论一样很发散东西 那我们的做法是引入一些具体而为的资讯系统 你就想说我们今天会尝试去开发 比方说一个data compressor 就是一个资料压缩器 然后我可以要求说你去写一个小型版的 Java虚拟机器去写一个编译器 但是这规模很小的 就是说一个完整的Java虚拟机器 当然它可能是这样 它大概是二十几万行的规模 但是我们就先给你一个 假如说六百行的程式 单位7点 或是一个资料压缩器 复杂的资料压缩器可以是25000行这样的规模 但是我们就给你一个230行的规模的程式 让你在这过程中去扩充去找出它的特性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fromSquatch 就是说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化的一个系统 但是这个简化系统是具体的 就是刚好该有的特性 比方说像刚刚讲的Java虚拟机器 它的确是可以载入Java的bicode 它的确也是可以执行特定的Java程式 可是在某些程式它就会失败 那所以怎么办呢 那你就去克服这些问题 那当然过程中你就可以知道 前能是怎么去建构一步一步的系统 而且今天也不是叫你完全从工开始 其实我们已经打好一个基础 只是说你现在基础上要再怎样去做突破 那说真的这也是工程的一个途径 那特别要提紧的就是 我们这个课虽然挑战很多 但是说真的我们这样引导大家作为工程人员 说真的不见得可以赚到大钱 但是我希望我们一定可以做大事 就是说赚到钱有时候是要看史记 你懂了 比方说连胜文先生他三岁就可以当资格农 对 对 而且你看连胜文先生要介绍别人很简单 我爸连战 对不对 然后他就可以 你可以成为财经大师 可以成为优雅卡公司的董事长 反正住之类他可以很优秀 因为他就是优秀 对不对 跟他聪不聪明不重要 因为他就优秀 那可是我们做一个软体工程师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立志要做大事 我们今天讲到大致不见得是说 一定要什么很知名 所以我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用双手直接去影响这个数位化世界 就是我们有双手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 对吧 我们写程式就可以解决各式各样问题 然后解决各式各样问题 就是要或是创造一些 特别的一些 不管是特别的软体特别的模型之类的 那这个就才能够用 好 然后呢 这边就讲个小故事吧 让大家知道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说什么年性百万 你不觉得年性百万是基本的 然后很多人觉得我来写程式的 会不会再赚大钱 他可以赚到让你为生的钱 但是说真的如果你目标是赚大钱 这个软体开发实在是太慢了 好 那这边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1908年 然后这个 Latice C Compiler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是在个人电脑 IBM个人电脑 第一个 7元编辑 然后呢 Microsoft公司呢 一直到1985年 才有 才有办法推出自己 开发的这个编辑器 在这之前都是跟 Latice 去授权的这个 这个系列编辑器 好 那因为呢 Latice C编辑器呢 它在1908年推出的时候 它是市场的先行者 所以它当时的定价呢 定了个500美元 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 1300多美元 其实是你可以看到以前软体很贵的 好 然后呢 那一年1982年 这个Apple的股 股票价格呢 一股呢 是8美元 好 然后呢 因为这个股本 好有做很多变动 好 所以当年的这个Apple的股票呢 其实 其实折合今天是56股 好 所以呢 你如果计算一下 如果呢 当年呢 一个工程师 把这500美元省下来 去买那个什么 Apple的股票 好 然后呢 这个持有到现在呢 这个价值就是 113万美元 好 然后呢 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 我呢 就是买 不是Apple股票 我是买C Compiler那个人 所以你看 你不觉得我很白痴吗 对吧 就是说明明呢 一次有赚钱机会 我去买个C便宜器 好 那是比较远的事情就算了 那我们再讲 比较近的事情 好 在2017年如果你要买一个高速的 以太网路的这个switch 就是说你这个 不管是路由器啦 或者交换机 你在2017年如果买个高速的 是40gbps的那个 per second的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以太网路的交换机 那单价呢 大概是4500美元 然后呢 你要知道那件事 就是说在以太方 就是以太方 在这个什么 207年1月的时候呢 它的交易价格呢 这个是10美元 然后呢 结果在整整一年后呢 这个冲到什么 1358美元 也就是说呢 充了130倍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看哦 如果你把当初这个 要买这个高速以太网路交换机的经费呢 你拿来买以太币的话呢 然后呢 你一年出厂的话呢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 61万美元的价值 那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 我呢 不是买以太方的 以太币 我也买 但是我七早八早就卖掉了 我就是 这个时候就卖掉了 反正就是有涨的时候就卖掉了 那我呢 那我呢 是什么 我是 拿钱 拿来买 高速网路交换机的人 所以你说真的 你看 这些东西呢 不管是你看 早期的电脑 或者是这个近期的这些区块链啊 这些加密货币 说真的 我多少 都有概念 而且我有 其实我都有参与 但是说真的 我必须诚实告诉你 我根本没有在这过程中 赚到什么钱 那 所以换个角度想 你看哦 我透过写程式来赚钱 不管是 过去用 七语言 那后来呢 可能你可能知道 我有在开发一些 跟区块链有关的一些专 但是说呢 这个用写程式来赚钱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那 真的你要赚大钱呢 就是要做生意 好 所以很简单 就是说真的 各位要想清楚 如果你立志要赚大钱 你现在真的不是要去想什么 Bionage Search Linux Kernel 或是什么 那个什么 很神奇的什么自动价值 你要去想我的生意 我这个生意怎么去滚动 我的生意呢 怎么去一个 发生这个Iterate 好 那 但是很不幸的 做生意这件事 我们不要教你 那我只能告诉你写程式 所以 在我的观念很简单 软体工程师的影响 就是该在数位化的世界 留下深刻的轨迹 你不觉得很空虚啊 对不对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请你原谅我 如果不开心的话 请你自己离开吧 好 那来思考一下你的各位的价值 其实有个词呢 可能你有听过叫做CRUD 就是从Create Read Update Delete 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电脑 层次最基本的操作 对吧 然后呢 这个CRUD被引申 说什么 就是有些工程师的功能 就是基本上做这个CRUD 它有在创造 但是它的创造 就是做这些 比较繁复的 繁琐的事情 那不管是在台湾 或是我相信在世界很多地方 说真的做CRUD的工作的 这个工程人员 毕竟也是多数啦 就是即便是在Google 即便是在Microsoft 即便是在Apple 这些世界一流的公司 说真的一定也是要很多人做CRUD 差别可能就是人家薪水高一点 然后你比较低这样 可能就是这个差别 这个就是要苦工 但是说真的 我们做完这些事 能不能去 比方说可以做完一次这种苦工 那我可不可以去自动化 或者说原本需要十个人 我现在可不可以让他变成一个人 甚至我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说 这件事完完全可以避免 连做都不用做 就是说 我们过去是讲 十个人做的事情 我让一个人做 或者说 原本一个人要花三倍时间做的事情 我就让他说成一倍 甚至你反正 这条路根本是不需要做的 比方说以这个资料库来讲话 我不需要每次都要先排序 再找出前几名的 我甚至可以设计一个演算法 我可以直接找出一百个人 里面第三名是谁 那想找出一百人里面第三名是谁 这样的演算法有什么意义 这个意义可大 比方说你看 你知道吗 现在有放榜时间 对不对 我们放榜 基本上都是照分数去排人 所以你看 如果一百个里面要录取三个人 而且录取的唯一标准就是依据分数 所以你可以想说 第三名的分数 第三高的分数一定是这样 笃定录取的 那是因为有人会放弃 所以第四名的分数 他就是这样 有机会 但是第三名是笃定录取 因为录取三名 那第四名排第四高的 就是说 他就是危机的 那甚至我们可以从过往放弃 或者说替补的数量 我们可以去推支 比方说一个人 他的分数字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叫弱点 不是那个weakness的弱点 就是说你坐落在哪里 那坐落在哪里 就可以知道他的分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有很多演算法 是可以去提升的 那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价值 那我希望我们在这么可能 也可以带大家去思考 那让真正的工作 是比较远的事情 但是我们从小处可以去思考 然后我们在历史上 有非常多的软体缺失 然后这些软体缺失 往往都是因为 对电脑系统的认知的不足 然后这边有一个数据 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说1970年代第一款 就是广体的 民航客机 波音77 它软体是大约是40万行 可是你可以看到说 从2011年开始 波音787的软体规模 已经提升到650万行 你要知道这个数字 这个软体 注意到 这个软体是控制的软体 它不是只是人机界面 它是不然说 控制的 你知道 飞机上有自动导航的 还有那些通讯人 所以想到 波音787的软体 即便是一行出错了 你我的性命 就是这些乘客的性命 或是地面 你要知道 你不搭飞机也是可能这样 也是可能会被飞机撞到 所以这是很难讲的事情 所以你跟我的性命的 其实都是在 这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软体系统之上 所以你我能够不花时间去听解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经典的 软体缺失案例 对 忘了讲 这过程中 如果你有疑惑的话 你可以 我们在 直播的下面 你们看到一个网址 那请你自己输入进去 就可以加入你的聊天室 那你用Twitter 或者是Github都可以登录 你可以看到说 在我这边 我就整理一下 一些经典的软体缺失 然后 那我这边前面有个引言 就是说 这边有个电脑科学家 你说 其实 事件最可能被破坏的方法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其实是电脑专家创造的各式各样意外 然后比方说 举例来讲 比较新的 就是说像Toyota 在高速公路上有爆充的死亡车祸 然后这个是很严重的 因为其实这个是在2005年 然后2007年 在奥克拉赫马州 这个 都是2005年份的车 然后在2007年造势 然后呢 这个造势的时候呢 这个爆充死亡 所以其实一开始呢 这个造势的司机呢 是一个大神 然后 所以那时候初判 就说啊 这个大神啊 就是这个 该刹车的时候呢 竟然竟然踩油门啊 然后他的脚啊 他是穿一个那个胶鞋 就黏在那什么 黏在那个 黏在这个车体上 然后后来呢 越想越不对 因为以那个速度来讲的话呢 必须要压得非常深 才有可能这种这个速度 所以呢 虽然一开始认定是人为疏失 但是后来 仔细判断之后呢 包括NASA 注意到这件事太严重了 但是说真的 在台湾呢 不太有机会认识 台湾造势一定是人的错 通常不会是车子错 你可以看这 在这边我有整理很多 就是什么车子相关的 但你会发现 没有一件事发生在台湾 因为只要台湾 发生造势 就一定是人的错 不会是机器的错 不会是软体的错 不会是硬体的错 就通常是人的错 好 那这是人性嘛 就是人性的总决认 你懂吗 看到有些造势 就是责任就是他 不会去想到制度上 不会想到架构上的问题 好 那总之呢 发生说这个NASA的人员呢 他们就是着手调查 后来发现什么 哇这件事可严重啦 因为呢 这件事呢 最大的责任其实是软体的缺失 好 然后呢 找来非常多这个单位 你有些细节可以自己慢慢看 那后来 在卡内津美农大学 CMU CMU CMU的库门教授 库门教授很有名 就是你可以去看 他在那个impact system 跟那个security 在那个mobility mobility security 他其实他是很有名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 他这个相关的报告 那所以帮助说 他帮助说怎么 当初怎么分析什么的 所以注意到了 这个东西 这涵盖的问题很严重 就是软体的可靠性 好 那无独悠偶的话 克莱斯瑞 那 一样 也是造成这个死伤 那其实后来这个很惨 全面造回 那直接讲结论 就是说 你看这件事相对比较近的 207年 然后呢 这个 一样是来自软体的出入导致什么 车量 或车翻 在车翻的时候呢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就是 侧边的气囊 跟安全带的一些调整 就是本来他保护你 但是他的软体那些条件有错 所以 为了这件事怎么办呢 这个 召回了 100多万辆 好 然后呢 底下是这个 比较久的事情 就是 医疗加速器 那直接讲结论 就是说 在 因为软体的缺失 导致病患接受 比正常剂量高100倍的辐射 所以 五名患者直接死亡 其他伤者 还很难去统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在什么时候呢 这是在 1980年代 然后 在 2000年的时候呢 也有 另外的例子 然后呢 再来是说 就算不出人命呢 软体的缺失也会导致一些很严重问题 在2016年呢 有一个论文呢 就指出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 功能性 持症造语 就所谓的FMRI FMRI的话呢 可以去分析这个 人类的大脑的活动研究 或者说你可能 听过一个东西 眼动你 就是说 人的眼睛都在盯着哪里看 那些真正的东西呢 都是一些仪器 好 可是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2016年 这篇论文指出呢 其实它的FORCE POSIT 过去讲FORCE POSIT 有什么概念 现在这个 音乐这个嘛 口罩 就是我们的国家队 还有这个 普筛 大家就会比较有概念 所以呢 就导致什么呢 事实上的这些分析呢 很可能 很可能 有七成的误判 那直接受到影响的论文呢 就会有四万分论文受到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 这些相关 虽然这个软体已经修正了 但是其实这些研究呢 已经搞达25年 那这些论文的论点相互影响 好 那在1993年呢 这个Intel的处理器呢 它在做 注意到是处理器内部的设计 在浮点数运算呢 是导致错误 所以这件事很可怕 因为它不是只是软体缺失 软体缺失你还可以 可能还可以补救 那硬体呢 缺失怎么办呢 硬体就只能召回 所以呢 最后Intel这个浮点数运算器呢 导致4.7亿美元的损失 这个我们称之叫FDIV bug 就是说这个浮点数的一个处法错误 其实这个处法呢 照Intel一开始说法是 这个证明很严重 后来呢 这个维吉尼亚州的这个教授呢 他就说这件事呢 其实比Intel宣称的严重多了 那这件事呢 对于这个Intel商与有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尤其在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今天设计一个 不管是手机晶片啊 或是电视晶片啊 或是这种通讯晶片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些晶片呢 其实很特别的地方是说 花在整合跟验证呢 是超过一半的运算 那时间更不用讲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 所以这件事呢 就导致另外一个硬体啊 你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叫什么 叫做形式化验证 就是因为尤其是硬体 你看只要有一个东西错误 像硬体越来复杂 但是只要有一个地方错 它整个都是全错 那最后可能要回收 那最后可能会导致这个什么 不只是商务上损失 它可能那些带来一些争议 甚至那些法律的赔偿 那就是非常惊人 那这边我们就忽略一些 忽略其他的案例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案例 那我们来看一个台湾的案例 台湾 在2017年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之光 其中有个台湾之光 叫做大力光 那大力光一度是谷王 然后在2017年的1月9号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很严重的事故 叫什么叫做熔断 熔断 那这个所谓的熔断是什么 叫做其中瞬间价格稳定措施 简单就是说 为了避免外资去干预 就过度干预或者特定人士 比方说像鲁罗斯这种人 就特别去干预这个股票市场 所以在世界各国的交易所 其实当中都会引入一个机制 就是如果你变动超级大 一下变动很大 那我就先进去锁死 就是不让你再进去交易 可是呢很不信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2017年的1月9日的时候 这个股王大力光 然后呢他这个什么 就是交易的过程中 中途竟然怎样 有22次告警 就是说这个价格瞬间变化很大 所以这件事是很可怕的 这个可能是会动摇国本 你可以想想看鲁罗斯 你去查一下 鲁罗斯在泰国 在东南亚 做那些好事 不然说在英国 在英国干的那些好事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憧憬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呢 这个大力光 触动这个熔断 熔断这个事件的话呢 这个22次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相关的人去调查 结果很不幸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 直接讲结论了 这些分析自己慢慢看 那就是说呢 因为股价你知道股价是有什么 它是有小数点 那所以一开始呢 就是变形形式做什么事 就是说 比方说有10元 那因为后面有小数点 所以我就干嘛 就后面给它乘一个1000倍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我中间过程中呢 都一直在乘1000倍 就一直乘来乘去 那可能是很尴尬的地方是 注意到乘1000倍本身是没有必要的 我可以乘别的数值 或是从别的 如果你对数值系统有概念的话 是不需要乘1000的 我们有别的方式去达到 就是在你参与这种课程中就会理解 然后呢 因为我在这原本系统 不管做什么事都会乘1000 那可是呢 这个原本数值呢 是存在一个30欧元的5号整数里面 好 所以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大力光的股价没有说很高 就是说 他的股价是4000多块 也没有说上万啊 几十万 没有他就是4000块 可是呢 因为这些操作一直层层层 竟然达到什么 竟然达到32位元的整数 能够表示的上限 也就是42亿 42亿多的这个数字 那所以这会导致什么 导致all flow 然后呢 所以这件事呢 本身是很多荒谬的 你说啊 32位元不够我就拿64位元 这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一个为什么不能直接把30欧元提升到64欧元 因为资料库过去是用30欧元去储存的 那你不能说我新的资料就用64欧元去储存 那新的跟旧的怎么共存 旧的资料怎么迁移到新的资料 这是引来新的问题 所以修正来讲 尽可能是怎样保持原本的宽度 然后再思考 原本30欧元的宽度 是不是足以涵盖股票交易 是让我直接讲解决 它是可以涵盖的 对这些数字系统有干净点 甚至是可以做的 所以这些问题都说明一件事 就是当初在规划这个资讯系统的人 他没有想清楚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案例 说真的不是说前人有多笨 我们有多么了不起 不是 而是说这些错误 说真的你看 从这个丰田汽车 克莱斯的汽车 甚至底下有包含说这些什么 火箭的案例 这些都是很优秀的人 在规划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都一堆博士 一堆学者专家 但是他们就犯错 因为他可以在一万件事把它做好 但是只要在一件事做错 这整个东西可能就造成灰烬 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去思考这件事 就是说这些软体缺失 在我们今天也讲这些软体系统的冲击 就是非常大 好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课里 可以当大家去思考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 你有机会去做到这些系统 你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该用什么责任去看待这件事 当然你也不要说 因为你写软体会出人命 然后就不敢去写软体 你想看 刚才讲那些车子的太空的 对不对 你想看这些工程人员 他的薪水 因为他的责任非常重大 所以不可能低 对不对 基本的道理 反过来说你怕弄怕弃 我就这样会出人命不碰 这个东西会导致人家困难 我不碰 你就做一个非常低产值的 你这样的人就薪水低 然后发展很有限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去想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对人的安危是有充心 不要担心这件事 而是单位说我们有没有把事情做好 我们有没有去 除了解决目前问题之外 我们可以解决未来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可以在这些资讯系统 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那说真的这个世界不能在亏待你 就算你不去做生意 因为你克服的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 好 那我们在这门课呢 我们关注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Linux Kernel 注意到这个旧的统计 Linux Kernel在2020年1月份 就是程式码已经逼近2800万行 好 那这个最近画面也看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增长很快 然后你就算2800万行 然后我们在这个 我们希望带着大家 透过Linux去认识这个世界 注意到Linux Kernel 我们叫它是一个作业性能核心 但它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核心 它其实背后影响的东西很大 其实它不然说像这些GPU GPU要怎么加速跟作业性能关 然后网路 网路要怎么运作跟作业性能关 资料库要怎么高效能运作跟资料库关 资讯安全跟作业性能关 然后你甚至会发现说 有些议题要密码学 密码学在作业系统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样议题 其实都跟Linux有围绕 因为Linux是一个开放原始码 而且开放发展 所以你看很多议题都在那里涵盖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能带着大家去思考 去看电脑科学软体 相关的硬体 甚至一些数学的技术 在这种课程 我们希望带大家去思考一些数学的议题 然后注意到软体硬体数学 其实这三个T&A各自不同的预议 其实它有非常大的观点 然后我们特别就是把真实世界的问题 我们建立一些缩影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作业的设计 我们数量测验的很多小马 反映到真实世界的题目 那这边有个短片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短片非常好 这个人家讲什么呢 就是用五分钟的时间 跟各位介绍电脑科学 所以它建立一个 不知道这是广告 好 这个影片就是 不是五分钟的基础 十分钟 那大家用十分钟的时间 就是去跟你介绍电脑科学 这些很多领域 然后说 这个从一开始的这种 二进回编码的 然后甚至帮助你知道 计算理论 图定机 中来机这种 好 那所以呢 一开始的东西很简单 但是呢 后面演示的东西很复杂 从什么能工智慧 电脑图学 通讯 这个影片非常好 就是说 它除了是一个科普影片外 你会发现很酷的地方是 里面讲的东西 电脑网路 图形处理 那些图定机 np complete 计算机结构 然后排序 就是要压说 新的密码学 前面讲那个 formal communication 行事外验证的行事外方法 或者做一些特有的议题 或者多核心运算 编辑器程式语言这些 这些都在Linus核心是涵盖的 那你想 Linus核心不是只是一个程式吗 比方说它跟编辑器的观点有那么高吗 你要知道一件事 Linus kernel 它里面是有什么 它里面是一个虚拟机器 它有虚拟机器哦 好啦 我相信 不相信 In kernel of virtual machine Innes 注意到它不是未来式 基本上 包含你的手机 就是你的手机 如果是这四年内的手机 你的手机里面就内建什么 内建的虚拟机器 而且虚拟机器 还不止一套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很可怕 就是说在这个kernel里面 其实它有什么 它就是有虚拟机器 而且这个虚拟机器 比方说像EBPF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东西 其实设计到什么 它甚至一个是一个 Just-in-time compiler 就是一个 在执行时期的时候 会动态产生这个 机械 然后在这个Linus kernel内部 也有很多跟程式语言相关一条 它尝试 就是kernel开发者尝试在西元 去做一些扩充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这门课 相当于是用Linus 当作一个主角 然后去贯穿 让你理解电脑科学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讲过说 我们这门课是计算概论 对吧 所以你就是想 主角是Linus 然后周围是计算概论 那些东西 而且我们过去计算概论 通常是考比试 然后点多写一些简单的小程式 不是我们现在是写一个真实世界的城市的缩影 所以我们其实你写的 任何一个作业呢 它其实它是这样 它是可以对应到真实世界在做的事情 比方说它真实世界的事情 对应到是网路 那我们在这个作业里面 的人会帮助说 让你去开发一个Win Server 不是只是让你可以连线而已 不是那么简单 你要做出来的东西要效能 是要接近商业的伺服器的效能 你会说怎么可能 但是你要上文课程就发现 其实那个差距不用想到这么大 好 我们等下会介绍一个东西 就是说 以静态网页的伺服器来讲话 我们可以用1000行的程式码 做出跟商业的网页伺服器 只有慢一半 就是说人家的版主 但是程式码是少很多的 人家程式码是几十万行 然后你只有一千行不到就可以做到 所以让各位了解说 我们去掌握的是最关键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具体而为 我们具体而为就是 把复杂的东西抽取去很纯粹的 所以为什么数学那么迷人 数学 数学会那么迷人 就是说 他把这个事实上很复杂的东西 把它怎样 提出一些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 比方说一开始从counting 数数字嘛 12356790 然后数字跟数字的观点 比方说有直数啦 核数啦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数字 对应到一些什么 像集合啦 或者其他那种真实世界问题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经过复杂的原因之后呢 又变成建构什么 密码学 对不对 所以看密码学里面很多是数论 那数论呢 又很多是刚刚讲的 那个指数啦 这种对不对 这些数字跟数字之间的观点 所以我希望让大家 特别理解到一件事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景上添花 对吧 什么叫景上添花 比方说给你一支Android手机 那叫你去开发一个Android App 对不对 任何人 在今天几乎都可以打开一个什么教学 一样画幅路去写一个县程的 就是把县程程式装到这里面 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这叫景上添花 任何人基本上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所以我们不会探讨 但是我们要探讨的地方是 叫你去解构 假设我们今天目标就是做出一支手机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一个手机最基本元素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就是主意的去建构 建构一个 刚好有通讯功能 刚好可以做人机互动 然后刚好可以考一些议题 比方说我怎么连线断掉 我怎么重电 或者说我手机快没电 我怎么进入低功耗的模式下 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是解构再重新建构 所以这是我怎么强调Frogsquatch 其实不是说自干怎么两个气 那很多人也会批评说 这个为什么要重新造轮子 对 我同意不该凡事都重新造轮子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总是要有人去修轮子的 总是要有人的嘛 就是卖轮子的 然后米其林 你想想看 为什么中国这么大 自己却不能 就是好的轮胎还是不能自己做 那或者说像那个 给各位一个数据做参考 像那个什么 你知道那个 像基诺卡那种东西 它不是个晶片 那跟你讲个很酷的事情 就是中国七成的那个晶片 就安全晶片都不是自己做的 所以想 哇 中国这么大的地方 号称什么超音感美好 一天到晚在做这种事情 号称什么技术多先进 但是 金融卡 公交卡上面那些安全晶片 竟然没办法自己做 就是70%都是外面的方案 而且很多是NZB做的 所以你们觉得这件事很吊诡 但想想道理简单 因为像这种金融卡 如果它有安全漏洞 它有这些效能上的问题 或者它有一些整合上的问题 说真的 你赔得起 你想你今天就乘接 卖一个晶片 也许卖一个晶片可以赚2美元 但是除了这些 严重的安全披露 可能动摇国本 是让一个银行直接消失了 对不对 就是很大的赔偿 那做晶片公司真的赔得起 那绝大多数公司都赔不起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NZB 那种公司赔得起 而且所以库的地方是什么 它直接告诉你 依据什么什么的动作 它是不可能发生什么什么的动作 所以最近不是赔不赔场的问题 它让某一条路完全不可能走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高的难度 当然放个角度想 它是创造的 然后在这门课 我也希望这位孔雪去思考 就是说 其实很多这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单纯 但是事实上 它背后的议题 是你要去想的 比方说LinkedList 也许你在大学一年级 就已经看过 甚至有些同学是高中的时候参与一些比赛 国高中的时候去参与什么 神社竞赛就看过LinkedList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LinkedList 一个节点 接着一个节点这样串接下去 对不对 或者说像人行无功 不知道的话不要去查 可能会印象你的笑话 那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结下去 好 那问题来 今天如果你说你今天处理器 有非常多核 那你的执行序 在右下你可以看到执行序 我有非常多执行序 那我能不能把LinkedList的操作 让它用更多核 用更多执行序去执行 概念上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执行是有困难的 所以你看到在右下角 你可以看到画面中的图 红色的图很有趣 就是说 你的硬体资源给你再多 就是说你看 就是给你什么 给你更多的硬体处理器 给你更多的执行序 你的执行时间 你的同一个时间能够处理的资料量 其实怎样 就没什么变化 你永远就是某一个核在忙 其他核都没事干 可是你看到绿色这条线就好玩了 绿色这条线就是说 我硬体资源给它越多 它表现越好 所以你看 第一年只能考上承大电机 第二年可以考上承大医科 那第三年是不是可以考上什么 重考第三年可不可以考上台大医科 这种话他就讲Scapital挺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话 如果你是投资人 如果你是策略经营人 你想要投资谁 你要投资红色的还是投资绿色的 如果你的资料量 或者你的资源是很有限的 那可能绿色跟红色 你乍看资料红色还比较好 只有一个处理器的时候 红色可能还比较简单 可能它的机体层次板比较简单 起始的成本可能比较低 但是绿色的不一样 它可以随着硬体规模的提升 可以达到更好的吞吐量 可以达到更好的吞吐量 那这件事我们就称为叫Scapital 就是说一旦你资源扩展 另外一种翻译叫做弹性扩展能力 所以我们在不牺牲服务品质的状况下 去延展它Scapitality 听起来很棒 但是问题是 那个历史要怎么改写 才能够让它达到这样好的Scapitality 所以跟你讲结论很难写 而且很可能 你不注意就写出错误的结果 所以注意到 也就是说 你可能会得到好漂亮的数据 但是它结果是错的 我们提升效能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答案行为是正确的 对吧 这是很基本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就变得很有趣了 就是说 至少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人们已经在讲双核处理器 但说真的 就是真的那些大型主机 工作站 可是现在不一样 你任何一支 包含就是一个手机 像我这个手机是多久以前的 这是四年前 就是那个魅族送我的手机 它里面用的是联发科的晶片 然后这个 这里面的处理器有几个核呢 这里面就有十个核了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 四年前这个老旧的手机 这个就很老旧了 但是呢 你看它的这个 该有的东西是有的 而且它的系统很复杂 它是一子的多核 它的CPU GPU 它的DSP 它的那些加速器是很多的 那可是问题 我们开发出软体 有办法针对这样的硬体去开发吗 有办法确保说在提升效能 在不牺牲服务品质的状态下 能够把过去的问题都排除 不会招揽你知道新的问题 能不能遇到重视 能不能做这个保证 往往是很困难的 反过来说 如果你可以克服这件事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数位化的事件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意思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 像这种link list 或者说在这种linux kernel 我们讲的是比较宏观的角度 那么接下来看 从比较细微的地方来 带给大家思考 其实有很多细节 我们今天有特别强调这个 诚实面对自己 接下来就带着大家来 诚实面对自己 我们看一些小程式 比较重要的 也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式 就是看起来无聊的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今天有个变数 变数呢 i从零开始 然后呢 它到什么 到一万 然后呢 我每次呢 就 就加一嘛 所以就是 一直加上去 那你说这个东西 好简单啊 这个什么 就是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 然后呢 如果说你知道一些数学典故的话 数学典故 对对 这本书 还不错 就是在这个 在那个 洛水堂关门的时候 趕快去包一本 就讲这个 讲这个 这个 它上面有写句很棒的话 认识数学 就是认识人类的过去跟未来 对对 好 这学习数学可以 让我们从这个愚昧 让我们这个 从无知 懵懂里面拯救出来 好 那里面呢 就有一个小故事嘛 就讲这个高师 那高师呢 小时候呢 就是上学 那上学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呢 就出了一些难题 就是 不是难题 就是小题目 叫大家去解题 比方说叫大家 1加2加3加4 一直加到100 凌多少 那结果呢 其他小孩子都在 做做这个 加法运算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本来要偷懒 然后 书本看不到 来来来 书本看到给你看一下 对 那个角度 好 书本在这里 就是这个数学 这本书就是 好 我再把那个连结贴出来 好 所以这个高师呢 他就直接跟老师说 这个答案我知道 1加2加3加4 加到100 是等于5050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以这边来讲 以这个加到10000来讲 也是一样 1加到10000 跟2加到9999 然后发生什么 这个数值呢 加起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去数有多少对 比方说这边最外一对 2跟9999一对 这样子 这样总共多少对 好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做一个线上实验吧 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个小工具 叫做 叫做GarBots 那GarBots 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事呢 这个GarBots 可以 线上执行一段词试 你看 我现在只是打开浏览器 对吧 但是呢 我就可以执行刚刚那个词试 然后也瞬间就告诉你答案 然后呢 你看这个结果呢 跟我们刚才用那个 T型公式算出来的东西 显然有差别 对不对 这个数值呢 是很漂亮 这个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5000 后面是5000 但是你看 这个经过计算之后呢 这个结果是这个 所以这个数值呢 比你预估的值 是来的小的 好 然后呢 这件事就觉得很奇怪啊 然后又有人说 这个一定是Compile也出问题 好 你说Compile也出问题 没关系 这个网站最棒的地方是吧 你说Compile也出问题 我就给你换Compile的 你GCC不开心 我就给你什么 我就给你Claim 那Claim你不开心的话 我用什么 我用Intel的ICC 然后你说这个 可能是Intel架构有问题 我会给你Risk-Fi Risk-Fi不开心 我给你按 你看 没有什么 没有借口啦 甚至什么6502都出来了 好美妙啊 如果不知道6502的同学自己去找 这个病 这可能这个年纪跟你爸爸一样 好 那所以呢 这个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状况下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了 问题出在 画面中我们看到这个 Fault 结果呢 是用浮点数据存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你还记得我们刚才在讲 那个软体缺失带来的 的这个 危害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讲到像那个什么 这个大力光 对不对 熔断事件 他说32位不够 就赶了64位元 好 那你讲啊 你台湾工程师很多普遍的那种 英雄勾起的态度 就说 啊我Fault不够 我就把他赶Double 对 好 你来试试看 大家看 这个东西很棒 好 有很多 我们来示范一下台湾工程师的风格 好 当然不是每个啦 就是比较台湾风格 哎 哎 结果对了 那你看 哎这个就对了 所以就干嘛 就说啊简单啊 就把Fault 把那个Fault改Double 好 然后呢 可是你看哦 如果呢 我们再多加一个0的时候 好 再多加一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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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多加一个0 再多加一个0 那 好 这些根 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去做这个实验下去呢 好 反正跟你讲这个0不能是压下去的 只要到某个数值之后 就有出问题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数值是怎样 显然就跟你刚才预期的不一样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哦 如果呢 我们是用英雄苟且的态度 去面对我们所处的问题 就会遇到同事 而且 而且跟产业面说什么 啊前辈都跟我讲说 啊这个 不能用Fault要用Double 但是你想想 在实物上 在真实的这个议题上呢 我们不能随便把Fault换成Double 这当然很简单 因为Fault很可能 它是用30欧元去保存的 Double是用64欧元去保存的 而且这个 这个Summation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核 就是这个总核 它已经是资料库的抹个栏位了 所以它本来就是用30欧元 也就是4个Bites 去保存的东西 你不能随便把它扩张 所以特别注意到 烟雄苟且不能说它全错 我们说它这个Dirty Fix 它是一个Workaround 这OK 但是呢它是 它埋下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你看 我连数值计算都没办法保证正确的 连这么小的城市你都没办法告诉我 它是不是能够正确的 你凭什么叫我说今天 安排你去设计一支手机不会出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思考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想要把Float改成Double 或者说30欧元出错 我就直接改64欧元 因为它会破坏 向下相容 它会破坏 这个 资料的这个一致性 就是我们希望资料都会有个什么 可能会有一个 指定的这种资料交换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已经指定格式了 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更动这些事情 除非这个格式是不能用的状况下 所以下一位去思考的地方是 这个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的错误呢 是因为来自什么 浮点数的什么 浮点数的误差 所以注意到这边你可以把关键查一下 这个叫ronding 那在我们之后课程会讲 这个就是舍入 就是我们讲四舍五路 或是无条件舍去法 本身都是ronding ronding有好几种 就是ronding至少有四种 就是它要看 要看什么场景 它至少有四种自己去看 有像西亚的像偶数像奇数的 或是完全舍入的 那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势必呢 在过程中我们要思考一个演算法 这个演算法就是 我能不能去做对应的补偿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边有个correction 就是干嘛 就是做推定的修正 那你看到 我如果从这个程式 改写成这个新的程式 我们做一点程式的变更 我们可以保证 我在原本的fault的形态下 在fault的宽度下 还是可以保证一定的精度 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这件事甚至跟人工智慧是有大关联 哇!对不对 那叫做什么鬼 当然正经头 什么东西都会跟人工智慧有关 尤其在台湾 你懂吗 唉 偶尔都要去接一些 跟人工智慧有关的案子 我是人工智慧白痴啊 对不对 那这件事为什么跟人工智慧有关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人工智慧往往 会涉及到一些特质的问题 比方说在google google有个东西叫tpu 不知道的人可以搜寻一下google 简单就找google tpu google tpu是干嘛呢 他就是专门来加速google的这个 你可能有听过的东西叫tensorflow 那些机械学习的模型 所以简单说呢 机械学习呢他的这个不只是模型 不只是资料量很大 他其实需要一个特定的一个硬体 那这样一个特定硬体呢 我们就称为叫tpu 叫做tensor processing units 说起叫tpu 对顺便一提 我在这个秋季班呢 其实我还有开一本课 这本课叫什么 叫做计算机结构 那在这本课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 就是说 为什么 你在现在要特别关注这些处理器的架构 为什么你要正视这些处理器 尤其是客制化处理器 对于软体的价值 你可以发现说 有很多你听过的大型软体公司 像是Facebook Microsoft Google 那这些都是软体公司吧 那亚马逊听起来也是软体公司吧 虽然他什么都做好 那所以你就看到 这几家公司都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有自己的硬体 还有都自己设计的处理器 高度客制化的处理器 为什么 这当然简单 因为他们通用的处理器已经不够用了 他跟Intel下单 已经买到没有特色了 所以要维持自家的特色 要维持有竞争优势 所以他要客制化的硬体 好 所以回到这个Case 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会有个特别的加速器 叫TPU 可是TPU 来想像 以TPU的架构 我稍微瞄一下 他虽然可以加速那些Machine Learning 但是原则上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协助 协助运算的一个装置 所以比方说 你可以从这张图 这算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 他是一个加速器 没错 但是他需要CPU去传递资料 所以你就想像 我会用这个箭头 对吧 这个细节你可以自己慢慢找 反正有很多这种图 关键的地方在于说 我今天从CPU 传递资料到TPU 这个加速器 加速器做完运算之后 当然要把资料传回去给CPU 所以呢 一来一往 这叫什么 叫做Long Trip 就是叫 中文叫什么 叫做往返 这个 舟车劳动 就叫往返 这个这个 叫往返 所以你看 我资料 要从CPU 带到TPU TPU 再带回到这个CPU 我当然希望 资料量 越小越好 对吧 就是 如果你资料量很大 是会发生什么事 你会发现 我的频宽 都被浪费了 对不对 反过来说 如果你有想到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说 我牺牲一部分的精准度 但是呢 我可以用原本的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 不到的频宽 去传递资料 所以换个角度想 如果你可以用原本二分之一的频宽 其实你同个时间是处理两倍的资料量 你不觉得很惊人 那你同个时间可以处理更大的资料 是不是效率越大 是不是你的竞争力越大 是不是你跟对手的差距 是不是有办法拿开的 所以这件事呢 对Facebook 对Google 对Microsoft 对亚马逊 这些公司来讲 都是一件事 因为 他跟这些对手 是一个焦灼状态 对不对 他们虽然都是各自是一方之霸 但是他也没办法说完全把对方歼灭 所以很多时候呢 他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是有特色的 所以注意到 这也是为什么 你不能随便把Float變double 对不对 因为Float它占的频宽 就是32位元的这个 频宽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般是什么 就是说刚才那个问题呢 你不应该英雄勾钱 你要去想 真正问题在哪 真正问题在是 在运算过程中的被牺牲的 被牺牲的一个资料 好 所以我们会来这个去思考 所以我会来去思考 就是说呢 我们事实上呢 是可以等一下 是可以去补偿的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 后来 Google呢 做一个东西叫 BFloat 16 那就是他针对他们的TP 去设计一个浮点数的格式 好 所以注意到 这是一个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好 所以希望各位到到现在为止 可以知道什么 知道说 含的东西是有高度关联的 好 我们今天讲那个Deep Learning 我们今天讲这个AI 好 虽然我是人工智慧白痴 好 但是硬体设计还是略懂 好 然后呢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呃 你今天 锁定那些 那些 应用标的 好 其实最终呢 我需要硬体 我需要一个资讯的架构 去克服问题 去执行 所以你不用一窝蜂的去学 去花很多时间去学那个什么统计学 花很多时间去学那个 那些什么限期代数 你本来就该懂 好 然后那就是那些人工智慧 的确有数学的地方在 但是说真的很多地方 是可以去值得思考的 硬体加速器 还有说我怎么去排层 我怎么去做资源控管 这都有很大的进入空间 所以 我想我现在重点 今天我们在这个人工智慧 这个时代 要去思考的地方 不是说人家学什么去学什么 而是说 你原本有些东西 可能已经做不错了 就决定来说我可能 对软体的设计 有一定的任志 我看到这些趋势变化 我就觉得我可以投入什么 资源在这上面 顺着这才能走 好 然后注意到 所以在这个来讲话 Google为了这件事 特别就是去发展一个什么 浮点数格式 那这个浮点数格式很有趣 它是占16个bits 注意到原本的float 它占用是30个bits 那Google为什么要搞一个bfloat16 你大概知道为什么 为了要让频宽的使用更高 频宽使用率提高之后 同一个时间能够持续的资料量 就变大了 所以注意到 不是只有Google有想到这个东西 那事实上怎样 事实上在Amedia 也各自不同的 各式当然不同的搞量 然后更困难是什么 编译器也开始支援了 比方说你找bfloat16 再找GCC 那GCC在10.0正式去加入 bfloat16的支援 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段程序 那这个也是跟浮点数有关 怕有人不知道 这个点 不加点后面都是0 然后这个 再一个东西是assert 那assert注意到 这个本身是一个macro 所以这个 依区变异的阻态 它有可能会移除掉 那如果说它的assert 这个macro没有被移除掉的话 它会去比对中间这个表示式 那我们直接看 来看main page main page assert 注意到 这个assert是一个macro 所以你在执行的时候要确定 说这个macro到底有没有被编进去 那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存量 就是一个表示式 那在西元里面很简单 真跟假很简单 就是0是假 只要不是0 它都是真 即便是-1 -1万 它都是真 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 但是就是西元的一个特色 那当然这个西元的这个规格数 有花很大力气跟解释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那总之呢 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存量 所以这个存量呢 对应到刚才的那个程式 其实在做什么 简单就是说去跟你比较呢 0点跟-0点到底是不是相等 好 那所以呢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什么 去比较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相等 所以第一个就是0点跟-0点有没有相等 那第二个是什么 是把这两个曲导数 然后这个1.0处于0.0 还有1.0处于-0.0 然后比较这两个东西是否相等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想想看 其实这个第一个题目比较等的嘛 就是第一个题目就是0跟-0.0 就是0.0跟-0.0是不是相等 那这个东西应该知道 它是它是一样的 然后但是第二个就比较困难 好 但是一样做线上实验 好棒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善用工具 好 那这个就是执行结果 那注意到呢 我刚刚讲的assert 它是一个macro 所以如果这个assert的macro 有被展开的话 它会去依据里面的存量 去判断说我要不要输出 所以它跟你讲说 assertion fail 所以assertion fail 表示什么 这个比较 它就是不为真 也就是不等于嘛 所以就是 也就是说呢 1.0除以0.0 跟另外一个数值 1.0除以-0.0 它不是单纯0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浮点数0 浮点数0跟整数0是不同的 整数0就是这样 就是0 OK 浮点数0是什么 它是接近0 它不会完全没有0 完全没有 对不对 就像什么 假如我今天这边有一杯水 对不对 我一直喝 那我喝到后来 那个水 对不对 像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水的落滴碗 它的状况它不是0 因为这个表面上 可能还会有一些0 还有一些水 表面长地的关系 它可能还有一些水在里面 对吧 但是我在测量上 可能测不出水 那即便是它挥发 它可能上面还有一些0 所以注意到 在浮点数的0 其实跟整数0是不同的 整数0就真的是完全是0 它看有几个bit 如果你有16个bit 那就是16个0 那如果是34bit 的话0就是32 可是浮点数不一样 浮点数只是说 在我的表达式 有效的范围内 我认定是0 所以注意到 所以在浮点数来讲的话 除以0 除以0.0 除以0.0 这种东西 其实要注意到 它不是单纯说 没有意义 这样去判断 其实要看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那以这边来讲的话 直接跟你讲结论 这个会创造出一个状况 就是左边跟右边 各自会怎样 它会是not a number 正的not a number 跟负的not a number 然后正的not a number 跟负的not a number 不等于 所以要知道 这次听起来有个尴尬 你在国中数学 中学数学 学到一件事 就是0除以0 通常老师会告诉你 它就等于没有意义 但注意到 如果你以数学的观点 不能随便讲明意义 数学上是 就是什么 就是数学上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然后我会给 用数学词位为主 给它属性 也就是说 我今天会去定义 我会去定义我的加法操作 我会去定义我的成法操作 甚至我去定义我的除法操作 那每一个系统 其实它可以各自定义 它的各自的属性 只是说这个属性 是不是可以公众可以接受 或是它本身是可以自我解释的 有时候有这个属性 就不能定义之后 下一个属性会冲突 那就属于不好的设计 好 anyway就是说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福建出的认算呢 它就是显然这样 是有些学问在 对吧 好 那这个也在我们之后会谈好 好 然后呢 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很多人觉得 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然后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乱搞啊 好 但是注意到 在西元规格书 其实是有相关解说 西元规格书 为什么要针对事情解说 就是有可能会遇到 好 然后只给各位一个提示 就是说 你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去写个物理模引擎 对不对 什么叫物理引擎 就想说 我今天这个水 里面水杯装了水 然后把一个东西丢下去 或者把一滴水滴下去 然后就会看到 它不是直接反射 它会有那个 表面会有很多起伏 会有涟漪 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物理模型 物理模拟的引擎 然后这些 无可避免 你会遇到负点数 你很可能就遇到 0.0 或是接近零点点值 除以另外一个接近零点点值 所以就会导致一些很复杂的问题 或者说你在控制的领域 像是控制四旋翼 控制无人机这些 其实它也有可能会遇到 这种极端的数字 所以 这是为什么 语言规格是有定义的 如果这纯粹是没有意义的话 语言规格根本不需要跟你讲 可以吗 然后接着 我们讲到现在一定有同学 就会有点焦虑 我会看这些话多是 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关键字 说真的 我很不喜欢学生问我 说老师你没有关键字 我不是不愿意回答你 而是说 我们现在 在21世纪 其实很多资讯很破碎 那 你之所以会问我问题 很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思想 或者你的认知是破碎的 所以你跑来问我 结果你只想要得到一个破碎的答案 我告诉你一个关键字 其实它是破碎的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比较好撞的是 我们来讨论 比方说你对什么东西有疑虑 然后你有疑虑 那你设计实验 你设计实验告诉我你实验结果 告诉你的假设 告诉你的推理 那我们来讨论这个 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 或者说你去读规格数 告诉哪一段你觉得怪怪的 然后你做了实验 或者做了一些分析 或者比较了其他人做了一些试验之类的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对啊一开始不要花时间 但是总比你一辈子没有学会好 然后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词 这段词真的看起来很无聊 就是一个HELLO 一个Stream Leader 一个字串的表示法 那这个字串的表示法 让你看到这边有个put 那边注意后面加个信号 这边信号有多个 1235的信号 不管它是七颗星 或是三颗星 反正很多就是 不管是一颗两颗三颗 或是到七颗 你大概猜出结果是什么 它就可以印出HELLO这个字串 可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其实它是合法的西语言城市 然后呢 为什么我说它是西语言合法的城市呢 因为西语言各个是会讲的 然后这边我想跟大家沟通坚持 就是说其实你想看 一个大文豪 它是写作都要查字典 你看金庸这样的一个大文豪 对不对 我不相信它不查字典 不可能 那可是你想一件事有趣的地方是 软理工程师 软理开发者就我的认识 其实很少会花时间去查字典 即便是刚才像额色这种 很少去花时间去查的 但是你要想 就是很多人说 我已经记得了 我已经会了 但是注意到 事实上规格是会改的 你自己看西加加 一天到晚再改 改改规格 我也不知道现在西加加加叫什么名字 反正就是一直在改 西语言其实也会改 西九九呢 只是相对比较新的规格而已 其实这样有什么 有西啦 西七啦 甚至还有西二 西二X 西二A 西二零 西二二A 西二X 这些都是西语言的那个规格 这种好 这种好 你们还要帮你吃西八 就是强烈建议 大家有空了 去Wikipedia去看一下 因为它那边整理的蛮清楚 就是你可以先看这种 整理的比较清楚的 有帮你画重点的说明 再回去对照看西语言各个书 西语各个书 你不需要一次把它读完 你就把它当词典看 你有兴趣的段路把它看一看 然后去厘清它里面的描述 然后这边哪几个人就跟 有个西二X 就表示什么 就是跟讲西语言 2021或是202几 应该要发布一个新标准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西语言变动算是比较少的 跟西加量比起来 它变动是比较少的 但是很不幸的一方式 它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动 所以其实说对的 我们应该是要了解它的定义跟规范 然后如果说你去查这个C99 西九有规格数呢 那你会发现很好玩 如果你在里面去查object 它出现735处 然后去查pointer 你发现这个pointer的数字还比较少 其实你发现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西语言你会觉得 这个物件导向没什么关系 注意一下物件导向跟物件是两码式 物件很常见 你买卖房子为什么叫物件 它就是摆在那边的东西就叫物件 为什么我不说移动房子 我会说房子这个什么物件 为什么不讲移动房子 移户房子或是一排房子 我们会讲物件 这当然简单 因为事实上房子会有什么 会有基领地 房子会有什么 会有公共设施 所以其实你的房地器它是有规范 它会有一个范围可能是连去的 有另外的范围是不连去的 或是有某些区域是跟人家共享的 或是依据特定的条件 比方说有些征收啊 什么诸如此类 所以我们今天买的东西 不是只是丈量土地而已 还要包含说它的有效期限 它的所有权的 或是它的一个 反正总是它在权装上面 都要特别去生命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东西把它包装起来 把它建立一个比较抽象的 抽象跟具象是一个相对的观点 就是一个我们把这样的东西 就是尝试提高一个看起来 就是更广泛的东西 我们这边就是物件 所以注意到西元来讲 大量出现物件这个词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指一个整数 我指一个浮点数 其实在西元来讲都是物件 西元对物件的定义非常简单 就是只要有个地方是有明确的起始点 有明确的结束点 你知道它的大小 它就叫物件 哪里开始 哪里结束 你知道它的大小 它就是物件 就像西元这个设计 非常简单 C++ 複杂度了 然后更困难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去查一些西元的规格书 比方说6.2.5 这一节的话讲这个形态 它是让你讲什么 讲这个array 整列 function 函数 然后还有这个painter 就是指标 函数 跟整列 它这三者竟然是什么 竟然是这个 就是说竟然有个 竟然有个共同点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很多人觉得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吧 就是指标是指标 function是方学 array是array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它是 这三者是一体的 就是它就是相关的 所以就觉得同意 对吧 诚实面对自己的质疑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我们很多人学一个语言 就是学这个语法 或是学一些词汇 你看有很多人就是比方学日语 很多人学日语 就学一个说 私 怎样怎样 好 那什么的 其实日语要学的东西不是这个 对不对 你要学人家的文化 比如说人家的敬语 人家怎么去表达一件事 还有办法说 日语 像兵语提前 主持 sbo 或者 或是一些省略的状况 或是一些 像排剧里面有一些隐喻的 这个就要特别去学的 那同样你去学这个法语 对不对 绝对不是学个bonjour 不是啊 所以你要去想 这个法语是怎么演化的 他是罗曼 罗曼语系的 然后他说到很大的这个什么 拉比武的影响 所以你们看到 然后法语又很很大的程度影响 因为罗曼帝公爵入侵这个英格兰的关系 所以导致什么 这个法语跟英语的词汇 反而有很多交融 然后呢 又有什么 因为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查理曼 对不对 就是那个查理大帝 那查理大帝不是建立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曾经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统一了这个整个西欧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是我们讲这些法语啦 德语啦 或者是滴壁 滴壁就是讲那个什么 讲那个 英德兰语 英德兰斯语的那些 就是那种滴壁 滴壁 滴壁 就是西헌语法 真是很简单 我们去写一个西圆的编 áo 它就是非常少 它1000多行就可以写出来 1500行就可以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 一個西元編輯器 所以它意味著什麼 西元的語法真的單純 但是我們要學的不是這個 是要學比方向你畫面中看到這些 我為什麼跟你鋪陳那麼久 就讓你慢慢的看 讓你看腦半天不知道是什麼鬼 這邊有FF 四個F的有FF 動動FF 那不知道是什麼鬼 然後直接跟你講結論 這個東西它不是腦筋急轉彎的程式碼 它是真的存在在Linus kernel的 而且在你的電腦裡面 就用得到程式碼 注意到這段程式碼是會執行在你的電腦裡面的 那這段程式碼在做什麼事情呢 它事實上是依據每一個bit 就是說假設你這個前面bit是1010 然後它就要把順序就電腦過來 所以講到1010 然後它就把電腦0101 所以就是它每一個bit 注意不是byte 是每個bit 去反轉 那這個動作在特定的情況下是用得到的 比方說在ECNNIC 就是網路卡的控制器 會用到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幫助說在特定的音訊 就是聲音的處理上也會用到這種bit反轉 還有幫助說快速複裂轉彎 快速複裂轉彎 然後也會用到這個未緣的反轉 所以它不是byte的反轉 而是未緣 不要跟那個big endian endian講的是每一個byte的順序 所以我們就稱為叫byte order 但是這段程式處理的東西是bit order 然後在我們剛剛有跟你講過 就是快速複裂轉彎用得到 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寫這個程式 絕對不是說逐字翻譯 像很多人就是講 像很多人會嘲笑嘛 就會嘲笑中國大陸有些人嘛 就是逐字翻譯嘛 就是逐字翻譯說這個什麼意思啊 就是表示什麼 廁所靠近點 所以它就寫個什麼talling Near 不是啊 它意思是什麼 它就跟你說接近腳變斗這種詞 對不對 但是它就是逐字翻譯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這件事很笑 好笑對不對 但是說真的 許多人寫程式 可能也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而且說明還更好笑 因為沒有人幫你修正 所以特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progaming 程式設計 它絕對不是逐字啊 逐翻譯不是啊 其實我們要去想很多很深層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要想個絕對值 你想看你什麼時候學到絕對值 你中學的時候就學到絕對值 至少在我以前的課本 在國中一年級就學到絕對值 所以絕對值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說我給你一個數值 如果它是正的 取絕對值它就是正的 如果這個數值是負的 那我對它再做一次負數的運算 所以就是負負得這麼 所以你可以把它乘以負一 或是把它的負號去掉 意思也是一樣的 所以比方說你輸是負一百 經過絕對值運算之後 它就會得到正一百 那原本是正一百 那輸進去就會怎樣 就在正一百 那如果原本是零呢 你說簡單 因為怎樣 它就是本來是兩側 零的兩側 那它就翻得過來 所以零是不影響的 這個就是聽起來好像很無聊 但是你看喔 注意到 有沒有看到畫面中這段程式碼 畫面中這段程式碼 告訴你它可以寫出ABS 就是絕對值 你這怎麼看就覺得奇怪 它真的可以寫得出來嗎 你自己可以帶一些數值去看 不然說用剛才一些工具 線上去執行這個程式碼 它是可以印出絕對值的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大費周章搞得這樣 我為什麼不用一個if else就好了 那先想幾個簡單的議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整理一個筆記 這個筆記就是我們專門去解釋 解釋這個計算機的編碼 對沒錯就是數學現場 感謝網友的補充 然後我們來思考一下 剛剛ABS我們問說 為什麼要搞這麼複雜 它不是為了炫技 你就想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很有趣 就是你看這個絕對值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說原本如果是正的話 原本如果是正的話就回傳X 那如果它的負的話 它就變成負X 那可是你想 如果我這個數值 它的分布是有正有負 而且它的正的時候比較多 負的時候比較多 就是以數值來講話 就是說你去想一個 比方說它是一個什麼 它肯是一個密碼 或者它一個做一些特徵的辨識 那總之就是它的分布 不是很均勻分布 也就是說你在一個序列裡面 有正的有負的 但是正的時候比較多 負的時候比較多 然後很尷尬的地方是說 我在做這個數值運算的時候 我剛好我可能這樣 我的這個執行的cycle count 也就是說我花多少個CPU cycle 這件事我可能會曝露給別人看到 事實上這件事是很容易發生的 因為比方說你在電腦上 其實就可以看到別人的程式 那你有心的話可以去計算人家執行時間 這是有機會的 好那你看喔 既然你的正數跟負數 你的分布它不是均勻的 所以比方說如果你大部分時間都是什麼 都是正的 然後非常少的時候也突然有負的 所以我就可以猜而出來 你在某個時間點 執行的數值一定是負的 因為你要多花多一點時間 你要做什麼 你要再多執行一道指令 所以我只要能夠去計算 你的總指令的數量 我就可以猜得出你的數值分布 那你說這東西聽起來 哪裡可怕 可怕點是什麼 因為這件事會放大多次 就是我們在密碼學 我們在這些訊號處理來講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比較 會有建立一個循環 它就一直在執行 所以這樣的狀況 它會一直拉打 它的那個 時間會越來越 會顯著 它的數值分布會也顯著 所以接著呢 基於這個安全的考量 基於敏感資料的處理 就像很多人都會講說 我要怎麼保存一個密碼 保存密碼是一回事 因為保存 之後還是要做處理 處理的時候 要注意到 在寫層次的時候 我們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往往會針對特定的情境 我們會考慮到 處理完趕快把那個資料清掉 所以這個其實有很多這種 像那個 比方說像那個 Microsoft Microsoft的西裝看 它就會有一個 底線S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什麼 這樣的一個 function 注意到這個S呢 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令人 好難懂對不對 但是注意到這個S呢 特別就跟這個安全有關 所以簡單就是說 我今天在 因為敏感資料 它問題不是只有保存 處理是很關鍵的 這也是現在做很多 做區塊鏈的 你也知道 很多公司現在都在做 做區塊鏈 那其實呢 都沒有把這個問題想清楚 因為敏感資料 絕對不是存在什麼 區塊鏈上 然後保存下來就好了 它會處理嗎 要做 檢索 要做分類 要做搜尋 那我在做檢索 在做分類 我在做排序啊 這些相關的任務動作的時候 我會不會有 中間的資料 我會不會記憶體裡面會有 會怎麼會去跟進這樣 廢話當然會啦 那所以呢 我們有沒有可能說 我根本不對區塊鏈攻擊 我去幹嘛 去看那個機器上的 機體內容就好了 可不可以 可以 而且你可以看更多 所以你其實 你也想到很多區塊鏈 說號稱它可以比較安全 雖然它是 也不能說錯啦 那就是它有對的成分 也有錯的成分 只是說錯的成分 通常比對的成分多 但是不能說它錯啦 就是這兩件事嘛 就跟那個 連勝文先生 我們還是認為他很優秀 三歲就可以當自根農 你想想看 你第一次下鐵怎麼知道 對不對 你有下過鐵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家裡的權狀多大 就不曉得對不對 但是連勝文先生知道 很優秀 好 那後來 所以就說 以這個來講的話 你可以知道什麼事情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敏感資料 好好處理的話 我勢必呢 不然說中間的緩衝區 不然中間的操作 我是不能曝露我花多少時間 我不能曝露我 我總共指定的數量 因為這個其實在同一個電腦裡面 其他的process是看得到的 甚至不用同一個電腦 我外人去 就是有一些工錢手段是 去看你這個CPU的溫度 可以知道說你現在的嘛 你現在這個是不是在做平反運算 然後可以推資 你當下是不是在做加解密 那甚至呢 他可以依據特定的資料輸入 去看你溫度 看你這個 頻寬的變化 所以可以反推 這個東西叫Side Channel Attack 叫Side Channel Side Channel Attack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呢 這些問題呢 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我們要想辦法把這種 會曝露這個執行的資訊 想辦法把它抑制掉 所以簡單來說呢 我們希望得到一個什麼程式 就像這樣程式 它完全沒有分支 所以我們這項東西 也稱為叫Branchless 就是它不需要分支 然後呢 所以呢 我不會因為說分支 而曝露我的資料形態 而也不會因為說我曝露的 就是 你懂意思嗎 就是說 我不會因為我的分支的數量 曝露我原始資料的分布 那既然原始資料它的分布 不會被曝露 那 而且同時我可以把這些資料 的緩衝區啦 資料流程處理好的話 我還是可以保護這些敏感資料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在密碼學的理論 Branchless非常重要 那可是問題來 這件事呢 會導致一個 ABS會導致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就是說 當我呢 把一個很大的數值 表示這個 這個 這個顯然它是負的 代入ABS 會得到什麼結果 直接跟你講結論 它會得到一個 很複雜的結果 就是它跟你的硬體有關 好 next 好 next next 在哪裡呢 ABS 好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說 這個你可以自己看這個討論 我上課也會講 那 但是呢 很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以 你可以在你的電腦報道看 其實這個東西執行完之後呢 它會得到 會得到負的值 好 再講一次 ABS 你輸一個負的值 它還是有可能會得到負的值 好 只要它是 最小的 有效 負整數 有耗整數的話呢 就是 上面這個10座人會得到負的值 好 所以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況 所以其實呢 這件事呢 是怎樣 這個件事是 呃 它會導致一些 額外的一些安全問題 好 所以 這跟你的想像呢 也會有些不同 對不對 就是 嗯 聽起來好像不是那麼直覺 好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 好 所以 在GCC裡面呢 針對這種絕對值 它就講說什麼 整數的最小值 好 如果呢 它帶入ABS 當作一個參數的話 好 這件事是沒有定義的行為 好 注意到這不是數學的 這不是數學的沒有定義 好 這是在什麼 這是在 呃 我們離散的系統上 我們我們電腦做一個離散 離散的這個 離散的這個 的這個 呃 離散系統的一個表現上 好 那它是沒有定義的行為 好 那所以 這件事呢 其實還會導致一些什麼 有可能會導致一些安全問題 好 所以像摩茲亞底下呢 就有這個議題 好 所以你可以 我們為什麼要這個這個 有這麼課 其實讓很多同學知道說 其實我們看待事物 絕對不是表面上那個 呃 只是寫一個程式啦 好 只是照著一個特定演算法啦 好 只是資料結構加演算法等於程式 好 注意到 這句話沒有什麼錯 只是說呢 這句話在60年前是OK的 但是在21世紀都其實不行 好 因為呢 資料結構加演算法 那你的資料呢 對不對 你的那些data say的呢 你那些什麼 你那些 複雜的model跑去哪裡 沒有嘛 你沒有那些data say 你沒有那些model 你沒有那個應用場景 你就等到哪裡 對不對 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把Bitcoin程式抓下來 你甚至可以在你的電腦上跑一個挖礦程式 但是問題來 你挖得到礦嗎 就算你挖得到礦 他還會有他對應的價值 這個很難講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所以你看Bitcoin 他從論文到原始程式嘛 全部給你open source 全部給你公開可以看 那又怎樣 所以很多人覺得 open source會不會賺不到錢 不會啊 你看Bitcoin那個就是很經典的案件 他從他的概念 他從他的想法 他從那個這個 但是程式嘛 還有他相關討論 都公諸於事 他甚至沒有特別去主張 他一定要保有什麼權利 這不重要 反正這個號稱在中本聰的那個人 對不對 名字 宣稱為中本聰的那個人 他預先挖到100萬枚Bitcoin就夠了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他的創始教育 他的價值 所以其實我們講這個open source 意義在哪裡 就是不是程式嘛 是他成長背後的東西 就讓他講 所以我們在21世紀 其實他想的是這些議題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要達到一定的通信 我們要達到這些 特製的硬體 我們要達到這個安全 還要導致說 我這樣的行為是不是都可以符合預期的這個資訊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 這個是之前我無聊的時候看到有人在討論 就說有人叫什麼要去計算那個圓周率 你看這個這是哪一天 我看一下 這個就是鄉民很好玩 那就是有人就突然想到 好像是那個可能跟3.14有關 就是圓周率結 總之就是有人想說我有沒有可能不用亂數 然後也不用這個外部的那些library 所以可不可以計算圓周率 可以 甚至跟你講更酷的 連浮點數都用不到 完全只用展數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我給你看了這段程式碼 這邊有一些說明可以慢慢看 那你看這邊在講沒有浮點數對不對 然後這個看起來都是整齣操作 而且乍看跟圓周率沒什麼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跟圓周率有關的東西在這裡 那你說這段程式碼有什麼重要 其實這個東西很像 我們今天看了這個資訊系統 我們今天看了很多資訊系統 有時候長得一樣 就是說你看到的東西是長什麼 就是open source的東西在這裡 但你沒有關鍵是什麼 要執行的詞詞 或者你昨天想它就是一個虛擬機器 像什麼Java虛擬機器 什麼都這樣 那所以真正有用的東西是右邊的 它的那些buy code 它那些machine code 就特製的machine code 那其實你看像以太方 我們剛才講那些假名貨幣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真正執行的是左邊 所以這東西都open source的出來 甚至它用最鬆散的 比如MIT那次的 甚至有了直接去宣布 它沒有什麼 它沒有copy by holder 像中文通嘛 這是copy holder在哪裡 你都不曉得對不對 但是你那些key 你那些public key 你那些public key 你那些handshake 你那些簽章 那是關鍵 所以其實我這邊的技巧是什麼 先做一個虛擬機器 那右邊載入一個可以計算圓周率的程式 這個計算圓周率的程式很特別的地方 它完全用不到對整數的依賴 它衝到就是在一個tooling機上面做運算 因為它本質上就是一個近似理想的tooling機 所以它就像tooling機一樣在這個sale 在你想像的長度是無窮無限的那個sale上 就做這個buc上做運算 然後在特定的那個演算法可以讓你去找這個圓周率的N位的數值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參考的輸出 那注意到這個輸出跟 事實上跟圓周率是有落差的 你可以去想一下這段程式碼 還有這樣的實作有什麼一樣的問題 這討論也有 然後再來是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在講說 Microsoft有一個專案叫mimalloc mimalloc在2019年open source以來獲得很大的回響 我們來看一下 mimalloc這個是Microsoft research裡面的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很有趣 因為它是一個記憶體管理器 注意到這個mimalloc 這個東西已經在Microsoft內部使用了 Microsoft內部的伺服器其實就用mimalloc 所以它跟一般的研究計畫不同 它是真的在用 而且這個開發者是非常忽悅的 為什麼要點這個 malloc只是看一下我排第幾個 還好還是在排第2個 所以你知道有時候做open source是這樣 就是人生缺乏目標 來看一下自己騎的多少程式 跟Microsoft有點瓜葛 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或者偶爾複習一下自己在Android裡面拍多少名這樣 好那anyway就是 除了介紹自己以外 不好意思啊 來介紹一下我們學生 我們學生也有做了一點貢獻 只是最近沒有在貢獻 我去對亂術產生器去做粗屎化 我去對亂術產生器去做粗屎化 好那我們都知道就是說呢 事實上我們所謂的亂術產生器通常是講PRNG Pseudo-run number generator 不是這個 PRNG 就是RNG叫做亂術產生器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呢 它的很多時候是沒辦法產生真的很亂的 所以事實上我們會用一個多項式去做出個假的 也不是假的 就是Pseudo跟Virtual跟Fake是不同的 Fake就是比方說假人就是Fake 那Pseudo不是 它是講說跟真的是很接近的 但是它不具備真的特性 比方說我們對於亂術我們可以用紙骰子 但它不是用通過紙骰子 它只有做多項式的運算 然後它的分布 看起來是好像是最後好像很均勻 好像每一個數值都有涵蓋 那我們就講這樣的這個PRNG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說你涵蓋的路面很好 或者特定的數值你怎麼產生就產生不出來 那我們就會講這樣的PRNG 這樣的一個多項式的運算是有問題的 然後呢 這個PRNG呢 既然它用到多項式的運算 它就需要一個什麼 就需要一個seed 那去到一個初始化 然後很酷的地方是 它初始化的方式非常神奇 這個值呢 是初始化的 用到值 它直接呢 把自己的什麼 把這個function 有沒有注意到 它的名字叫什麼 叫me random init 它把這個function的什麼 地址 直接當作種子 What's funny 所以你會講 What's funny 對不對 就說這什麼鬼城市 人家是Microsoft寫的 好棒棒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看 這個就不是你看城市嘛 格物資正在隔老半天 不可能懂的 對不對 你看那個在明代理學 不是強調那個什麼 王陽敏對不對 那邊格物資正在隔… 看一個東西 那邊想 天氣像這個 為什麼為什麼長這樣 不是啊 對不對 你要提出你的想法 跟人家討論 好 那總之呢 在Linus kernel裡面 有個很重要的特徵 它叫ASLR 也就是說呢 在Linus kernel裡面呢 我執行同一支城市 在不同時間點 在不同場景 在不同人執行 我們盡可能讓這個地址 這個function的載入地址 會不同 也就是說呢 你在不同的時間點 去執行這個 這一支城市 你在不同的人 去執行這個不同的時間 去執行這個城市呢 你會得到不同的數值 所以呢 MEDUC用到這個技巧 什麼技巧呢 就是 它就是透過這個ASLR 這個Linus kernel 所提升的一個 為了提升這個安全 所實作的這個ASLR 當作一個種子 然後再透過自己的亂數產生器 然後當然你會想 這個東西會不會有安全問題 有 第一個呢 事實上呢 ASLR已經被證實 它產生亂數不夠亂 再來是呢 在特定的場景下 其實有可能 ASLR就算打開之後呢 還是會載入到同一個地址 還是有可能的 所以事實上後來呢 那個MEDUC可能就做一個恰恰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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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基概課 可以嗎 只是說這個基概課是什麼 第一個 它開了研究所 所以我們歡迎我們的研究生 來修這本課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它比照 美國一流大學的要求去做 但是是人家大學二年級的要求 所以別太擔心 所以你想 你現在是碩士班一年級 人家用大學二年級的標準來要求你 對不對 合理吧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因為剛才這個SLR其實不夠安全 其實它有一些隱憂 所以在這個MEDUC 它就再實做一個什麼 自己在基於這個恰恰 然後呢 再實做一個亂數產生器 所以注意到它去用了自己的亂數產生器 那運用自己的亂數產生器 其實會有一些特別風險 所以事實上最近開發者也在討論這件事 那總之呢 這個都是我們了解這個系統 運作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絕對不是你一直在看原始成本 就會懂 所以特別呢 在Linux kernel 你覺得不能一直在幻想 或者在意義那些程式碼 覺得不行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看這個人家寫一個程式碼呢 其實他事實上 你要搞清楚它的場景 然後不是一直盯著這段程式碼 你盯老半天 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東西會產生亂數 因為問題不是這段程式碼會產生亂數 可以吧 是因為Linux kernel有SLR 而且呢 這個東西呢 注意到在新版的那個MEDUC 也有改了 也就是說它會分不同等級 它盡可能用 剛才講的 用自己的PRNG 然後呢自己的PRNG如果不能用 或者說你的電腦都不夠快 我再退回去用SLR 所以它會有不同強度的 我們剛才講到C原 你覺得很挫折對不對 JavaScript也是一樣 你可以自己做實驗 比方說這個Ctrl option command Ctrl option J 現在就可以做實驗了 好 那這時候就會產生一個可愛的畫面 這看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Ctrl L 好 那這個幹嘛呢 就是輸這個字 輸進去 幹嘛呢 你可以自己做實驗 去看 這個排序結果真的超酷 跟你想像中的就是不一樣 當然一樣我們就不會太難了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這個JavaScript對這個排序其實這樣 跟你想像都不同 那直接跟你講為什麼這樣 因為事實上你以為你排序是數值 不是 JavaScript在預設的做法 它會把它變成一個字串 而且這個字串是low care 就是說其實這個字串還不是普通的字串 它會跟你跟什麼語系 比方說你如果是捷克語 那你知道這個在捷克語是屬於什麼 是屬於那個西斯達夫 這斯達夫有好幾個 有南斯達夫 有西斯達夫 然後東邊的斯達夫 就是這樣的俄羅斯民族那種 那總之在不同斯達夫 好 那所以像這個CH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開頭是CH 那你要拍在H後面 所以我是H在前面 然後就是你看到它是H什麼什麼鳥 然後再來是CH什麼鳥 但是如果你只看字母去排的話 C要排在B後面 然後它會在H前面 你會覺得痛很痛 那就是歡迎來到21世紀 我們要考慮什麼 不是層次正確 我們要考慮到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期待 比方說在某些國家 6月4號是不能顯示的 然後某些國家 就算寫5月35號 你偶爾要讓它覺得OK 你要支持民運 瞬間 你的日理如果有人寫5月35號 你要說OK 然後再來千萬不要說學校只教理論 那我覺得這件事太公文學校 就是學校絕對不肯只教理論 因為學校連理論都教不好 如果學校只教理論的話 你數學怎麼可能會差 但是你可以看看我們絕大多數的畢業生 至少我看了8年 絕大多數數學都很廢 你說為什麼我承認很多數學學生很廢 你看這些加密會不會起來 有多少的學生可以去研究那密碼學 他說好了 華爾街一堆數學高手 你知道美國一堆真正那些學術理人 他會去華爾街 不管是做高頻交易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把你的數學能力拿來應用呢 因為說真的很多時候 很多從學的數學只是來解題 真正的問題是沒辦法解的 也就是說他沒有那個題型 他只會那個 我這個是學術數學上面有一個題目 我很快就作答 但是真的問你說 問你說這個東西的賠率是多少 或者問你說 在這個比方說 問你那個快篩 問你什麼這些 公共衛生問題 你反而答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數學跟應用是沒有關聯的 所以學校絕對沒有說只教理論 因為連理論都教不好 但是想想理論跟實問是往往都在一起的 理論一定是在解決特定問題 然後再歸納出來 所以你能不能在電腦裡面 假設你給你聽我 電腦裡面給你一個聲音 這個男生女生 你可不可以各自抽離出來 那你說我知道複裂轉換 你有聽過我聽過這個應用 你能不能寫程式 送我給程式寫啊 而且你寫出來程式可不可以在手機上跑 而且更或者是可不可以當下就會分離 也就是說在我們在語音對話的時候 我可以把背景的聲音 比方說你看我現在在講課的場景 事實上我的家人是在外面的 所以他們也會講話 或者是他們有電視的聲音 我能不能在當下可不可以綠掉 你說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如果你可以當下綠掉 你這個東西賣出來的通訊軟體 對不對 人家就覺得因此很棒 對不對 但是通常你也是寫不出來對不對 能寫你就不會來上課堂 然後就去賺錢 那一樣的話 就是說在這個 像電腦科學 諮詢工程的學生會學過什麼 諮詢理論 那你可能有聽過 Vigorous Pursion 然後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在2009年好像經典 Claude Flayer發生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他在嚴重的大當機 就是說他原本都有在服務 但是突然在某個世界 嚴重大當機 這個很可怕 有可能是遇到駭客攻擊或什麼之類 後來他們查證 是因為他內部的程式沒寫好 但是內部程式沒寫好 有個原因就是因為他沒有搞懂那些狀態機 就是你知道學那個State Machine啊 學那個Final Automata那些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就是裡面的工程人員 在特定的素養是不足的 不是說他們工程是不好 而是說在特定的素養 不夠專精 那這件事對Claude Flayer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衝擊 後來他們花很大力氣去把這個背後的理論 把這些東西都搞懂 所以我們今天講理論跟實物 他總是在一體的 所以其實他不是說什麼什麼一體兩面 我們在學校我們很多人說學校只教理論 我覺得更慘的地方是 學校只教你AA字對不對 我假裝教書你假裝學習對不對 我假裝出題然後你假裝回答 這些問題就是題庫或是什麼的對不對 所以就是AA字對不對 我假裝教你假裝學對不對 但是誠心來問對不對 我們教出來的學生真的有去解決真實問題嗎 沒有啊還是去輪班啊 還是做別的專業對不對 所以輪班是一個很厲害的專業 但是說真的我們學校沒有培養你對不對 很可惜 但是就是說這個 這個什麼呢 我們老師也是一樣對不對 我們跟學生也沒什麼互動啊 然後也不會說因為學生什麼東西成就老師其實也沒有 所以就是大家裝忙AA字 所以我希望我們要去克服的 我們在這本課要克服就是什麼 讓你知道到底哪些東西不足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快去看一下 就是說一些這個世界的變化 這個是在2009年發生的事情應該知道嗎 就是排檔那個黑洞 這個其實是運用大量的運算做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過去在1969年這個城市是百配待舉 那後來呢就是要用嶄新的資訊方法來做到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1996年到2012年 這個畫面都那麼多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說電腦運算啊 然後各式各樣的這個開發了 就是軟體的那個演算法 軟體的手段越來越強大 所以你看這個這個什麼古墓奇兵的遊戲 後來變成變真了 你看從左上角到右下角非常大的變真 但是說真的重點在這裡 你就算到了資訊工程 你還是不懂它裡面 為什麼還會變這樣對不對 你只說電腦變快了對不對 然後繼續看 你看這是207年的報導 它報導是什麼 它說iPhoneX單核心的效能 已經超越了筆記型電腦的效能 What's funny對不對 然後而且iPhone7單核的效能 跟Intel i7的那個什麼 只差百分之八對不對 那問題呢 為什麼手機會比桌上型電腦來的快 What's funny對不對 那你們解釋 那可是你看那問題 你連處理器都不懂 你要拿什麼東西在站穩組 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 你在PD看到那個站穩組 我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 人家只是選擇一個科系 然後也要跟你念老闆天 那你自己選擇這個資訊工程 你怎麼要解釋 為什麼iPhoneX的處理器效能 會比MacBook Air來的好 於是有網友會回來 這個是Apple故意的 讓大家買那個很廢的電腦 但是如果說Apple的電腦 如果真的那麼廢 那就賣舊了就好了 那為什麼每年都還要升級 每幾年都還要大升級那個什麼 處理器 不是這樣 那如果說你來看那個2018年新聞稿 2018年新聞稿 什麼 就說這個A12處理器採用7奈米製程 塞了70億個電晶體 然後這個CPU6核 GPU4核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那個內神經處理器 8核 然後問你 為什麼CPU是6核 不是8核 那為什麼GPU是4核 不是雙核 也不是8核 那為什麼內神經網路處理器要8核 然後為什麼它的效能 會比前一代高了一半左右 對不對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完全沒辦法解釋嘛 就說為什麼它要那麼多 那麼多電晶體 然後處理器為什麼是6核跟4核 就是6核的CPU 4核的GPU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對不對 你也搞不懂 然後繼續看新聞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去年的新聞 對不對 那這個你看去年新聞 它就說 喔A13又升級了 說哇 這個延續更好的效能 那怎麼 但你沒有發現一件事 你是什麼學生 你是電機系的學生 你是資訊系的學生 你是電機資訊的專業 但是你會發現 你看到這些新聞稿的時候 好挫折啊 為什麼它會快 那廣告台詞啊 可是跑程式真的有快啊 那為什麼它在同樣的面積 喔說台積電好棒棒啊 可是問題啊 那原理到底是什麼 絕對不可能是台積電的那個 這個什麼輪班系人好厲害啊 讓這些東西做得很棒棒啊 它的設計也一定是扮演非常關鍵 到底Apple做對了什麼事 好那你看Apple你也知道 裡面用的是安的處理器 那三星有安的處理器 聯發客有安的處理器 為什麼三星聯發客做出來 還是跟Apple有些差距 喔說因為Apple跑好棒棒 你想你做一個理工背解的 你回答這種答案 你不覺得有點問題 那所以呢這意味著什麼 其實說真的 這就是你沒有跟上這個世界 但是也不要覺得恐慌啊 不需要每個人都了解處理器的原理 說真的我到現在也是來再學習 可能不會比你好到哪裡去 比你再超前一點 那但是在這個時候呢 說真的我們真的要此時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什麼 看新聞 你看這些科技報導 說真的你不要 你有辦法解釋這個數字嗎 你有辦法說明它具體到底快在哪裡 你說Apple不透明 但是說真的你可以拿一支手機 你去正面做實驗啊 可以去分解它啊 說我會不會拆 你學啊拜託 那所以呢 這邊的東西呢 其實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就是說如果其他公司要去效法 比如說你以後任職在Quadcom 任職在MediaTech 任職在Sansom 任職在Intel 能不能從對手的這些特徵 特徵的參數 對手的這些行為 知道說哪些可以感情 這才是我們工程人員該做的事 而不是說這個你懂嗎 不是選了什麼主 然後就嘲笑別人文主 對不對 說真的不懂就不懂 對不對 就是說你看那個數據 你看我剛才那個問題 你有辦法回答我嗎 如果你有辦法回答我 你就不用繼續上課了 但是你當然每個問題都要回答我 不是只回答一個 如果你沒辦法每個問題都回答我 那我們就想 一定有些東西是不足的 我們要知道說它的這些特性在哪裡 然後再次說呢 那現在處理器來講的話呢 它會有這種所謂的 那個Big Little 那我們之後也會介紹 就是說事實上 On的處理器有很多很特別的 就是說它兼顧了這個省電 也兼顧這個效能 那所以它在設計上 有很大的那種變形 這個就是 其實這個今天是一個很不同的狀況 那硬體有很大改變 軟體也要做更大的一個調整 所以呢軟體事實上 不是只有作業系統 它一路是從這個應用程式的框架 應用程式作業系統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 甚至Hypervisor 就是跨越作業系統之 跨越多種不同作業系統之下 就是在這之下的這個 一個Hypervisor專門去處理這件事 那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 一個關鍵這叫Big Little 那我們之前有講座 就專門再講這個 好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好 那所以總之呢 我們這門課怎麼進行 中間來講重點 我們就是 我們做法很簡單 我們會學習 哈佛大學有一個叫CS50的課程 那CS50的課程呢 雖然很多人都很好的評價 就是說是神課 那這門課為什麼神呢 就是 它就是做了一堆各式各樣的這個 直接看中文的 有中文的解說 不是中文內容 就是說有一些心得 心得分享 像這個 這個心得分享就是說 它其實它針對的標的學生 是各式各樣的背景 你可以是藝術的 可以是法律的 反正我不管你 反正就是你想寫程式 就來寫程式 好 然後我學從Square去西域 什麼 但是乍看這個 跟台灣的課程很像對不對 台灣課程其實更厲害 台灣課程還可以教什麼 你懂 教什麼區塊鏈 什麼鬼都可以教 但是人家是真正寫出程式 而且真正 你看第二週就要寫加解密 才什麼嚇到吃手手 是不是 還不結束 它那個 最後呢是要什麼 就是做Web Server 什麼鬼 反正就是做完的東西 但是注意到 CS50呢是 它其實是很有挑戰的課 但是很可惜的地方是 它是針對這個 沒有限制 就是它是 就是Entry Level的 那我們希望是 比照這個做法 然後是給一定難度的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鎖定的對象是什麼 是一個高效能的 注意到我們不是寫伺服器而已 它是高效能 什麼叫高效能很簡單 你就是要做到商用系統的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的效率 做不到out 所以就是這種 但是不用太擔心 你不是重複到寫 我已經寫好關鍵程式嘛 所以你可以在我的基礎上去改進 那或者讓我們在上面做一個虛擬機器 比方說Java虛擬機器 一樣也不是重蠅到有 我給你一個基本的 然後一樣 我給你一個資料壓縮器 你在我的基礎上去改進 那我再給你一個編譯器 你在這個基礎上去改進它 所以我們就把一個大型的系統 把它濃縮 取它最精華的地方來追蹤運算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就包含說自動駕駛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連結 那我們現在就在整理相關的教材 就是這些有解說影片 投影片 那你可以看裡面的說明 像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那比方說這邊有講這個落實的介紹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 我們現在都有把這個課程去做剪輯 那你可以現在就可以先上去學習 然後我們都還有上字幕 你們覺得很貼心 然後除了這裡外的話 我們當然會有這個實體的 就是我們在這學期這麼可能也會 當然 至於說有多少學生會拿到實體的 我們還在想 就是總之我們會有 看我們有多少學生的 所以 所以 希望各位同學多捧場 讓我們可以 課程可以進行 好 那所以 比方說剛才這種解說的影片 然後投影片 然後幫我們說一些 像裡面還有一個解說的 像這個 什麼 模擬器 像這個 我們為了這個 自動駕駛 其實我們成功大學團隊 是做了很多事 就是比方說 我們真的去開拔一個 完整的模擬器 不是 不是只是一個 不是只是一個 有個什麼地圖的 很多人去看那個 某些單位 號稱也就是做自動駕駛 就沒有說 建立一個怎麼場景 這個場景 是可以跟真實的場景去模擬 甚至 你可以在那種 車子啊 在行進啊 或者看那種各式各樣的地圖 而且我們這個團隊 也跟這個 國外的團體合作 或是避難造居的這個進行 而且我們也希望把這些相關的成果 也不是希望 我們真的也把相關的成果 陸續把它開放出來 好 那所以 注意到我們今天講這個 具體的維修症 就是它從真實世界的應用 把它濃縮 簡化 最精華的地方 好 然後你在這上面去克服真正問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 日後 同學有機會加入一些世界一流的公司的時候 因為它就在解決世界一流的問題 一個公司為什麼它世界一流 因為它解決世界一流的問題 它創造了價值 因為它解決問題的深 而獲得放大 好 那 比方說這邊就具體來講 就是說像這個高校的Web伺服器 那這個Web伺服器呢 它的程式就是程式碼 大概就是1000行以內 我們看內 然後但是它指的效率 只比那個什麼商用 慢版制服師而已 所以你會覺得很挫折 慢版制服 拜託你拿多少程式碼去比跟它PK 人家那程式碼可能是50萬行 我們是拿1000行去跟它PK 但是還是可以接受 對不對 然後當然它很多限制 比方說它只能支援經濟網頁 所以你要在這基礎上去提升 為什麼那麼堅持程式碼行數呢 因為程式碼行數 如果可以控制到一定的內容 你可以去追蹤它 你可以相對快的去看 比方說你看看我們這個分類 比方說你就算不知道Web伺服在做什麼 光看著檔對不對 而且你看這個程式碼行數都相對比較短 你可以慢慢去Trace 慢慢去做一些實驗 去加一些中斷點 或是把那些中間訊息印出來 都可以 但是如果說你去看一個商用的Web server 對不對 就算你看得到source code好了 你要很快去切入其實很難 好 所以我們會給你這樣的東西 在你這個基礎去擴充 當然我們會告訴你 哪些地方是可以值得改進的 因為我以前也是在做Web server 我為什麼叫接社 因為我以前是做生活的 很多人都忘記我做生活的 所以我在23年前吧 23、24年前我其實是 投入很長時間在做Web server的開發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累積一些經驗 然後再來就是交往虛擬機 不到700行 什麼東西啊 可憐啊 注意到不要念錯 他是這樣 可憐那個VM 可憐那個虛擬機器 你不相信這個東西可以跑吧 好 好 旁邊看 瞬間就抓完你看 好棒 好 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這個圖 我們那個那個 我們這個圖 這個字上面是錯 所以其實我們連可憐這個字都拼錯 它正確的寫法是PITIFUL 但是我們就拼錯了 對不起 可憐啊 好 然後先來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看到2000多行 不要嚇到 你會說我在說謊 不是 這是要特別澄清 這個程式碼是包含測試程式碼 事實上呢 真正的這個程式碼只有681行 我們努力的把它壓到700行以內 700行是很重要的一個分解點 這個以後課堂會再講 那總之呢 我們把這個程式碼壓到這個700行以內 所以注意到它就只有一個檔 當然能做事很有限的 比方說我們就 但是它真的還是可以執行程式的 比方說它可以執行那個 這樣有地回的啦 然後有可以執行那些算數一算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有什麼 它是有這個 我們花很多利器在寫這種 自動測試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對 它這就真的Java程式 所以你看它這個是真的是 貨真價實的什麼 它就是Java的 欸不對 等一下給你看 它是貨真價實的Java的 BiCo有沒有 JavaBiCo 而且它是Java1.8的 帥吧 而且它是真的這樣 它是真的可以執行的 就是像我們這個重新編譯 重新建構 所以你看這個程式碼夠少對不對 它這非常精簡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碼 那程式碼呢 就原始程碼就只有一個地方 所以你看 你說那是怎麼笨 你可以做什麼事 你就在裡面做單不執行啊 去把裡面的數字印出來對不對 而且呢我們 它不是為了壓榨行數 然後把程式碼寫得很奇怪 我們還是儘管寫得 readable 就是可讀的 然後你在這樣的基礎上去擴充它 所以你看喔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就是說如果讓你知道說真正的 真實世界的Java心理機是幾十萬行 你就嚇到吃熟熟 跟你講更酷的 這個世界不是程式碼大而已 它是有很多很複雜的包袱啦 比方說它也支援不同的架構啦 甚至它還有很多很特別的特徵 你光是瞭解它的功能 瞭解它為什麼要有這個選項 你可能就要花很長時間 但是不是 我們這個例子非常簡單 我們這個可憐啊 Verture Machine 這個可憐啊 Verture Machine很簡單 它就是從解析白扣 然後試著去執行特定的這個白扣 然後剛好可以動到密尼功能 所以你在這樣的基礎上去擴充你會覺得這樣 好像心裡比較踏實 而且這個東西相對比較單純 但是我不會因為說給你一個小玩具 然後就標準相比 不是我們還是可以用一些商用的標準 比方說某些商用的功能 你要把它實作出來 甚至你實作功能 因為你專注在某些功能 甚至你做出來的功能 跟商用的JavaMachine 可能會批底 甚至某些時候還會比較快 這有可能的 像Web Server就有這個例子 你可以比好幾個商用Web Server 包括說Microsoft的IIS 我們這個在特定的情況下 是比Microsoft的SERVER來得快 因為就是天方夜譚 但是這件事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我先帶頭 我先寫一個具體而為的小東西 帶大家去衝 然後再來是什麼 如果叫你去寫一個資料壓縮器 你會覺得很可怕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給你一個起點 然後怕你不相信320 好來來自己看 那一樣我們再給你一個壓縮器 320行 有程式滿了 在水裡來看一下 就是對吧320 而且就是真的在這個之前 這個之前變得太快對不對 好 我們就是從馬克圖文的名柱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湯武力險記 抓下來 抓下來它的輸入大小是什麼 是428K 壓縮完之後變成210K 所以它是一半不到的大小 然後我們就就表示 我們這個壓縮器其實是怎樣 是OK的 而且這裡面我們還有預留一些空間 也給大家一些 就是我們在這個真正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不是叫它去讀程式滿而已 你要去改 就是你要在我們 我們會告訴你哪一個可以改進 事實上這個實作還可以再改 加強它的壓縮 所以注意到我給大家程式滿 它不是簡陋 它其實剛好做到特定功能 所以它是一個具體而為的 但是又留著可觀的空間 讓各位同學去改 但是你又不需要全部去翻修 所以我希望我們用這樣一個手段 讓大家知道這個事情 這是我覺得在CS50比較可惜 因為CS50你可以去看它的課程 它很多人能起步的 所以在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會覺得 哇好棒 會學到很多東西 可是大二大上以後就比較可惜 因為你是讓你掌握很多科目science的想法 你應該去做真正的真實世界真正的東西 而且去解決真正問題 讓人家印象之刻 然後再來什麼呢 做Compiler 注意到你在上這門課之前 是不需要上夠Compiler的門課的 因為我們在這門課涵蓋Compiler 不會是傳統Compiler的課程 我們只是講我們在意的地方 就是可能有些同學做frontend 有些東西做backend 注意到frontend不是web 在台灣很多人就講frontend 那是web 那叫webfrontend 在天底下的東西都有frontend Compiler有frontend database有frontend 然後EDA那些硬體自動化的 也有frontend跟backend 所以拜託下次講話精準一點 Compiler frontend database frontend web frontend 你不覺得一個工程人員 連講話都講不好 你要怎麼讓別人覺得他有專業 所以我希望已經畢業的學生就算了 就是已經在工作 又不得你 但是學生 我們從講話要講得精準開始 總之 這個Compiler 他是一個可以做sale hosting 如果你不曉得他在做什麼 你可以查一些相關資料 總之就是說他可以編譯自己 而且可以產生出來的支援檔 就是真的可以在標的的硬體上可以執行 那這樣的一個sale hosting的Compiler 在過去的實作大概是需要 像我在20年前 我那時候練習過 做一個sale hosting的Compiler 我在將近20年前 那時候做了大概四五萬行 這個很多 因為那時候笨 然後現在的話有一些比較 有一些技巧 有很多網上很多高手 給我很多啟發 所以我也不是完全從無到尾去寫 我覺得很多啟發 所以這個就是在2600行做出來 然後呢 甚至還有一個更簡化的版本 1500行做出一個sale hosting 而且還支援just in time compilation 這個阿嬤西西就比較複雜 這個念阿嬤西西 那為什麼他叫阿嬤西西呢 你自己想一下2009.504 朱立倫先生啊 聽到阿嬤講話 就要去選總統 然後那個 我們也有一個Compiler叫媽祖西西 怕你不相信自己的 媽祖 媽祖西西 那他也是個Compiler 那這個Compiler就是 因為受到媽祖奇大 那為什麼是媽祖呢 可能對他的朋友比較不熟悉自己去想 就是跟那個 跟那個那個 那個洪海的董事長有點關心 好 那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呢 其實不是有什麼炫技 不是說我們自幹很厲害 不是 我們是希望大家from scratch 但是又不是完完全是from scratch 是我已經做了一個高度了 當然跟真實事件很遠 然後我們把那個真實事件把它縮小 你想想看喔 其實在建築領域 一天到晚在做這件事 比方說像那個 我們在成大建築 就是強烈建議成大的同學 一定要去逛成大建築系 你會覺得很有啟發 我們成大建築系是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全台灣建築最好的那個學校 而且是那個資源啊 跟他的那個強度 都是都是業界一流的 那所以你可以去觀察一下那個成大建築 他們做很多事 這很有趣 像比方說他們去 他們學建築結構 是真的去蓋房子 就是把那個房子縮小 縮小之後呢 蓋房子然後用他的那個工法什麼的 然後要經濟去考驗 比如說風吹日曬 然後要逆證什麼 他就是要能夠經的就是考驗 然後呢 他甚至呢 在這上面還要去延展 就是說欸 我不是變大而已喔 是想說 給一些額外條件 把你模擬的跟造出來的東西有 有沒有取個體 這個這個差異在哪裡 然後 所以你看喔 建築領域 因為建築這個東西 畢竟是人類做了上千年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上萬 但是就是上千年是絕對有 對不對 所以人類從上千年歸納出一個建築學 而且正確說法是建築學群 就是像我們成大那個建築系 就是真的是一流的 就是強烈建議一定要去看 包含說建築相關的這個 從那個 包含說地震 地震也跟建築是有關的 不是 就是 可能有通訊知道 我們在成大有個地震研究所 它其實是建築系分出來的 那你想地震跟建築有什麼關係 關係超級無敵 屁屁大 所以你看 我們不可能蓋了一個101大樓 再去考慮 颱風 地震的影響 七早八早就要評估了 而且如果發生事故要怎麼賠 七早八早就要去想事情 可是軟體不是 很多人說軟體是憑感覺學 你們就覺得花子翻你 對不對 所以真的會生氣啊 很多軟體工程師 就憑感覺完全沒有去想它的風險 完全沒有去想它的規劃 就去寫了 或者說只是畫個圖 或者想法 就去畫了 你要想說這個東西出人命會怎樣 你說我不寫出人命的事情 那對啊 你去寫一個 都不會出人命 都不會有人用的 就不會有人覺得有bug 那當然斷斷起來廢話 對不對 那你抱怨我錢好少 你為什麼不寫個飛機控制系統 你不寫個機器控制系統 對不對 你自己用腦袋想這 這東西的產值會大多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我們在這裡 要做的事情就是 帶大家去想 我們就是要攻克 詹詞世界衛生 那所以你就是要真的去 建構一個系統 在這邊 所以我給你一個題節 你這樣就擴充它 那過程中有個很棒的地方是 我們會合作 就是老師跟學生會合作 那當然一開始我們學生會很多 我們的學生會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過往給大家一個參考 過往的退選率大概是百字七十 就是我們大概有七成的學生會退選 這OK 因為你這一次學不完沒關係 你就下一次再學 所以我不是說批評這些人不好 而是說他們有自知 但是就是說 我是希望儘可能我們去招募更多的學生 不管是實體上課或是現場參與的 所以也歡迎現場或是各式的朋友來參與 那你遇到錯者 這沒關係 就是想辦法討論 或者你覺得要明年或是下個學期再來 也OK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重頭戲 具體有為的一個東西在什麼 就是這個自動駕駛 這個自動駕駛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展示影片 升級休息一下 莊智先生教授領導的 承納電機系 我們世上有很多系 我們有承納電機 承納資訊 然後當然說承納測量 那這些老師跟研究人員 都有相參與 我們是一個相對 我們在不同學校也有合作 那不然說這個 在這個滿臺科大 那這個可以追溯到在2012年 其實就開始在做這個清潔載具 那熟悉承納的同學應該知道 這個就是自強校區的操場 那那時候做的東西還是很陽春的 不要說在2016年做的東西還是這種等級的 有沒有 就是這樣這種 好 2007年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說2007年我們就嘗試用這個 就是在用那個林肯行車 而且就搭配這個NVIDIA 然後搭配一些校友提供的這些硬體措施 所以這個東西從這個GPU運算 從這個感測通訊 然後儲存 這很多就是真的是做真的 所以這邊在2007年非常大的改變 所以在2007年以前呢 就是很多那種試驗 很多那種準備 那些玩具 但是在2007年注意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變痕 好 那所以第一個我們就是林肯盲證 然後你可以真的改車子 然後這個團隊 就是蠻多的 所以真的在自強校區開的時候 帥吧 好 那所以像光達雷達 然後GPS IMU 然後運算PS2 通訊 平線 好 然後這個可以做什麼功能呢 注意了 這個是距離現在已經是一年多的事情 所以其實有很大的一個變更 好 那這個就是從那個感測器 所以你看到 我自己轉了有沒有 開始幹嘛 在分析這個地圖 圖枝 開始判斷 從那個點圖 好 然後可以搭配郭妹 好 然後呢 我們這邊有些監控軟體 好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基本上我們要能夠標出人 你知道市場操場 三部主都會有人在跑步 所以要避開這些人 然後而且我們最近還做了避開三寶 你知道台灣特斯拉三寶 好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的話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玻璃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是整套軟體 硬體一起做的 所以我們不是只是做展示 其實我們花很大力氣去開發 就是相關的工具 到一些系統方法 然後呢 那在2019年的2月下旬 這個很重要 就是在沙倫 就是派遠 同學不知道就是說 這個在台南 台南高鐵站旁邊 那有一個叫沙倫產域 那在2019年2月底的時候呢 蔡英文總統用來減彩 所以這個真的很酷啊 就是你做出來自駕車是給總統做的 好酷喔 對不對 那個總統是帽子生命維席來打你 寫的這個 設計系統 那總之就是說 在2019年2月下旬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自駕車這個場域 這個時間場域開幕 那這個開幕呢 在世界上也是相對 用比較高的標準去進行的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會展示 包含說 系統模擬器 所以注意到 我們為了這件事呢 就真的是幹嘛 去開發一個系統模擬器 那這也是我們跟其他團隊 有很大差別 其實其他場域 就是其他團隊 說真的沒有從這個 一路從那種地圖啦 從那種模擬器去建構 而且相對來講 避免造具的成分還是比較大一點 那我們心疼的 希望跟國際可以聯繫 好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建構 這個完整的模擬器之後呢 這個是真是可以玩的 這真的是從遊戲已經改過來了 是真的可以玩的 然後有這樣的場域呢 是很好的 就是你可以在 實測沒有在跑的狀況下 你可以在模擬場域去 測試各樣的演算法 那甚至可以把實測跟模擬器的 做對照 然後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說 一台車子我就讓他不知道 就給他對應的參數 然後就是上路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才在第一部影片 給大家看的是什麼 是這個行進中的這個參數 那你可以在這個場域呢 你可以把真實的資料 跟模擬資料拿來比較 左邊的是模擬器 右邊是真實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當然在真實來講的話 你看光影其實那個影響很大 過隧道是因為沖洗很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發展這些車載軟體 然後模擬器 所以我們還是在一起 然後一個詞 你可能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叫做Ditcho Tools 那這個是我們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 你就想說 一旦我把這個模擬器 把這個真實車子 這個見過起來之後 你就想說 我今天 我在某個場景 比方說 我這個 假設我今天一個車子 在沙輪場景開到一半 然後呢 那我把現在這個車子 行進中的車子的參數 全部收集回來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模擬器上去跑 那所以你會想 我好像可以在模擬器 跟真的在路上一起跑 就像雙胞胎一樣 它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可以做不同事情 比方說原本呢 我在那個沙輪場景 我跑兩圈之後 我要休息 我要去加油 那沒關係 我把這個參數 傳到那個模擬器 我就繼續跑 跑十圈、二十圈 我去看我的這個 我轉了 跑了十圈、二十圈 或者我在跑的過程中 我去把那個三寶加進來 因為我在真實場景 我不可能說叫三寶 一天到晚跑來路上吧 那就不叫三寶 怕對岸的朋友不知道 三寶就是各式讓人來碰瓷的 來去搗亂的人 但是我再透過這個數位的分身 數位的卵身 我就可以做到一段時間 我要幾個人來鬧 就可以鬧幾個人 而且這個東西做完之後 這些你在模擬器跑的參數 又可以輸入回去到池車上 所以我們現在做這個 所以這個是對於這個 整個品質 在整個行為上 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當然我也希望 把這個部分的程式碼 盡可能知道 再透過這個公開的環境 把它跟大家分享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我們跟很多團隊很大差別 說我們不是讓這個車子跑起來 我們是把整套人從模擬器 系統的方法 包含效能分析的機制 然後再來我們再看 各位同學一定好奇說 那這樣車子看起來只有一台 那怎麼讓大家都在上這個 所以為什麼花那麼大力氣去做模擬器 因為你可以在你的行動安裝模擬器 而且模擬器還有分等級 有比較輕量的有比較膨脹 那當然我們現在展示的都是完整的 就是完整的這個車子 而且你這上面可以加很多參數 比方說我要加機車 我要加行動 我要加碰瓷的 像這種 然後比方說這個人還要來問候你 我們可以加很多參數進去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 你可以在輕量的模擬器去驗證你的特定演算法 或是你要做封閉測試 然後你也可以在比較複雜的模擬器 加入很多不同的參數 然後這個跑完之後 又可以再做什麼事情 跑完之後 又可以把實車的參數拿過來對照 你們覺得很棒 好 那麼來看一下在自駕車 我們要考慮遇到什麼 像這個光達 然後這個Camera 而且Camera是很多組的 那注意到這個Camera這個很驚人 這個Camera你知道要做Object Detection 物件的偵測跟物件的追衝 但是你很可能不知道它的資料量 在我們的計算來講的話 每秒要處理1.8GB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想這件事對作業系統 所以我們有興趣 因為這對作業系統衝擊是超級大的 作業系統如何處理每秒1.8GB的資料 它不是只是複製貼上而已 它不是只收集而已 它是能夠處理的 而且Camera資料如果沒有處理完 路徑偵測是不能做的 路徑偵測、路徑分析、物件追蹤不做的話 會影響到後面的判斷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可是資料量那麼大 你知道問題了吧 很多時候像手機 手機資料量也是很大 但是它可以容許慢一點 或是容許先做別的事 可是這東西太重要 因為這個object detection沒有做好 萬一行人衝過來 我就真的給它撞 它不是碰瓷了 就真的給它撞死了 這個是一個完全不同等級的問題 所以你大概先想一下 它背後要設計一點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之後上課也來探討 然後雷達還有聲納 這個就是避免碰撞 然後再來是GPS 跟關心托惡儀這些裝置 注意到這些感測器 它都缺一不可 它要把很多不同感測器存起來 所以你看單一感測器 比方說Camera 它的資料量就很龐大 其實你要聚合那麼多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樣一個軟體加工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它除了硬體外 你有大量資料要處理 那你有各式各樣的演算法 而且你要確保Functional Safety 就是說我遇到特定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知道我該做什麼判斷 我該做什麼處置 有沒有感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所以我們之所以說具體而穩 並不是說把你整個車子變成小隻的 不是 這不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是把特定的 因為我們建構了一個模擬器 所以你可以專注在特定的狀況下 但是以後不至於說建樹不建立 因為你還是要知道整體系統的運作 然後其實我們一開始做的東西是玩具 像這個畫面都看到 就是這種玩具 就幫我女兒在洗澡的時候玩小玩具 它是一個小車子 但是我們後來就在MIT Darky Town的基礎下 我們就做一件擴充 所以我們在2018年 我們就發表一篇論文 這邊我們就叫普悠瑪 為什麼叫普悠瑪 台灣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叫普悠瑪列車 普悠瑪是我們原住民 原住民的悲難的名字 反正就是在悲難的神話裡面 就是一個跑得很快的人 我們用這個名字 在這裡來做命名 所以在我們普悠瑪 它就是一個實驗的架構 相關的原始程式也有公佈了 然後我們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Linus 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前面看起來好像都是硬體的 但是我們一旦模擬器 那些環境都建構起來之後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 絕對還是軟體 NVIDIA有一個很棒的一個比喻 NVIDIA在五年前做一個非常棒的比喻 它是一個四個輪子的超級電腦 然後Intel在兩年前又做另外一個比喻 它是把資料中心 裝在一台車子上 就是你看以前是超級電腦 後來是Data Center 所以那個維度又更大了 因為超級電腦可能是一台很棒的 或是一組很棒的電腦 但是Data Center是一堆電腦 然後呢 但是都有一個共同點 你可以知道我們講支架 就是大量的資料處理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支架這個很重要 不是說這個順應潮流 說這個東西很棒 不只這樣而已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支架 其實更多說是在軟體上的突破 對你外面看到右下角會有個Linus Foundation 因為我們在2008年 我們晚點會講 就是2008年我們在Linus Foundation發表 這個支架成本的一些設計 他們現在我們這個成功大學的團隊 也跟這個日本明古大學在合作 那這個關於支架我再跟大家講 在之後還有專門在講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今年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但是為什麼不專門講這個支架 有兩個考量 第一個就是其實支架來講的話 除了那些演算法 很需要背景的知識 因為你寫出來的程式可能會出人命的 你哪個都沒有寫好 就是出人命的 然後素養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普遍來講 不管是學生也好 或是已經在工作的工程師了 說基本素養還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這門課真的是打從基本素養開始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課綱 我這個課綱還在調 所以你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我們課綱是從最基本的二進位 不要懷疑很多人連二進位都沒有很好的掌握 我們是從二進位開始教你 就是包含說什麼二補數啦 包含說那些B-wise operator 我們是從這個基本來教 所以它就是計算機概念 有沒有感覺就說 這就是一個進階版的計算機概念 然後你們會覺得 多簡單什麼另一個list 你自己想看裡面的考量點 想想看 然後那總之呢 我們就是一開始都是在強化你的素養 然後呢 包含說安全啦 然後效率啦 甚至一些正確型的議題啦 還有一些跟那個 卡牌的特性啊 然後後面還會跟那個處理器架構啦 然後還有做這種同步處理的東西 因為說我們講自駕車也好 我們講這些比較複雜的 因為它都是建構在很多基礎之上 那我覺得現在有很多課 強調這些人工智慧的啦 或是這種自駕車的 其實都有共同點 就是通常學員的基礎知識都不夠 注意到 我就不是在批評學生 因為說真的 過去的教育 對各位的期待 實在是太低了 包含說你在工作的人 真的是太低了 就是 沒有說這個僅僅 比如說 你是想 假設你今天在做手機的 你去問做手機的人 有多少可以把手機的原理講清楚 手機這個 這個叫什麼 Mobile Station 怎麼跟Base Station溝通 你知道它像那個 它會有個Time Size 如果它Time Size是1.2 那1.2 那1.2到底要做什麼事 多數人會說 你去看書啊 我不知道啦 我是做冷靜界面 我不知道我是做瀏覽器 我不知道我是做什麼的 你知道 就是要躺設下去 為什麼你不想知道裡面的細節 你為什麼不想知道 這整個系統怎麼運作的 哪一天你兒子問你說 為什麼5G手機可以上網 6G手機為什麼可以上網 因為爸爸有腳躍出 你希望你孩子聽到這種答案 我不希望我孩子聽到這種答案 所以我孩子減量學 而且這個其實說真的 雖然今天是一個高度分工的事件 但是你還是橫向的是要理解 所以我們希望 為什麼我要在大學開動 強調廣度的測 因為如果我們只是要做到剛才的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剛才那個車子 如果你只是要坐到自駕 然後路上跑 所以你連模擬器都不用建 因為不會出人命 你總是有個場域不會出人命對不對 總是只跑一次的 這OK 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上路 注意到我們建的場景 不是只有沙輪場域 我們甚至包含說快速道路 我們88快速道路都建這個場域 我們是真的是在 而且是真的在做露測的 所以是跟人命攸關的 所以今天思考的維度不同 思考的因素不同 然後當然包含說 你該有什麼態度去面對 就是不同的 好 好 我們再繼續 好 所以我們過程中 我們會有一個處理器很重要 就是暗的處理器 除了暗的處理器來講 不然Risk-Fi會處理 這個怎麼分工呢 就是說 簡單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我剛剛不是跟大家課表 就是說以我們這頓課 進階電腦系統理論以實作 我們會講暗的部分比較多 然後在另外一門課 就是在Compute Architecture 這個英語授課 這英語不是重點 你要懂我一下 很久沒有講 然後這個Compute Architecture 我們會講的是 以Risk-Fi為主 所以這個又可以帶來一個區點 網友反映這個網路模糊 那我看一下 通常是頻寬掉下來 好我們繼續 那這個 所以呢我們這個 這兩門課呢 是這個 這兩門課 是這個 一個是講這個 Risk-Fi Compute Architecture 就是講Risk-Fi 而且講Risk-Fi的那個設計 所以我們不是只是跑程式而已 我們是真的要做一個Risk-Fi 的Core 然後真的做一個處理器出來 在FPGA 然後我們要去科那個模擬器 好 那在這個 在我們另外一門課 就是 就我們現在這門課 現在講這門課 叫做什麼 叫做 進階電腦系統一論以實作 那這門課的話 我們就會探討就是 要以ON的處理器為主 那幫我們說我們的自駕車 也是執行在ON的處理器之上 然後你可能知道 在2020年6月下旬 很重要的一個宣布 就是 Apple宣布它的桌面產品 就是包含說它的桌片 那個Mac Macbook系列 也會切 在兩年內也會切完成ON的處理器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變革 所以我們在今年會特別 強調ON的處理器 好 這個故事自己看一看 然後你只要知道那個增長量就很大 每小時收入7.8 不是7.8行的吧 是7.8個修補 所以這個可能是幾百行幾千行 好 所以你在這樣瞬息萬變 高度分工的時代 該做什麼事 你就是要有一個強大的自主學習能力 所以為什麼那麼強調具體歐本 因為具體歐本的話 我把東西精簡再精簡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學了 你自己克服問題 然後遇到問題跟他打討論 所以我們強調自主學習 不是說給個教材 給一本書丟給你 然後再自己看 不是那不叫自主 那叫自修 跟自主學習是有大差別的 自修就是自己修 自己修習 自己看東西 但是自主是什麼 是你自己是可以遇到問題的 你自己可以找資源 自己是什麼的 都不同的 跟自修是輕易搞錯 不要搞錯 那我不認為現在存在什麼學用落差 我根本不覺得這是什麼學用落差 就像我剛講 很多人覺得學校只教理論 我覺得屁啊 學校連理論都沒教好 根本沒有教怎麼會有落差呢 所以我們真的問題是什麼 是要搞清楚 我們今天面對的市場在哪裡 如果說你現在呢 是想要真的克服一流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往這條路走 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沒有想要克服一流問題 反正你就是 只想要別人講什麼 就做什麼 OK 總是有這個需求 那你就是從那邊做 那只是我們這種客服 不管那條路 那所以我們現在面對一流問題 當然你在畢業之前 就要面對這一流問題 想像你 哪些major players 就是哪些廠商 哪些人正在面對這問題 那這些廠商面對問題 它解決什麼事 那你就可以觀察這些open source 觀察這些公司它的著作 觀察這些公司的那些動態 這我們怎麼做 我們做法很簡單 我們做法就是 就是既然很多公司都會有這open source 那至於為什麼公司要用open source 為什麼公司要貢獻open source 我們直接上課再講 那總之就是說 你可以從這公司在open source的這個投入 可以照他們做什麼事 那最棒的地方是什麼 跟他們一起學 那所以我們在這門課呢 也有很多產出 就是有些產出就是說 這個畢業生呢 也有到google 到sysco 到i88 到microsoft 擔任工程師的 也有好幾個同學加入聯發科系 然後我們從2015年 就開始有同學 在頂級的研討會發表一些成果 像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linux基金會 所以包含說我們的自駕車 也是在linux基金會發表的 那我們陸續的發表的話 就像是包含說有在embedded 我在realtime 我在這個 我們那時候還是講自駕車 後面就變自駕車 2016年我還講自駕車 2018年我就講自駕車技術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有雲端的儲存 所以大概可以順著軌跡大概理解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是做小東西 高度遷入式 然後realtime 這是針對這種即時的回應的 然後也針對這種 像mike weiser是針對這種安全的 然後container 那不然說弱勢 那就是這些框架 所以我們就是在一故一的建構的系統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面對的是真實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就是學生還沒畢業 就跟世界醫療的高層合作 所以像剛才提到的 像mimedok 也有看到學生的貢獻 像亞馬遜 亞馬遜有一個叫greton 這是一個暗的處理器 我們學生也跟AWS合作 就是把過去很多 原本是intel架構的軟體 移轉到on的架構下 所以你看這個是 AWS官方的report 所以一個網頁就說 在上面要怎麼寫這個 新加價的軟體 然後裡面有一句話很棒 就說 如果說你原本已經有針對SSE ABS做最佳化的程式 怎麼辦呢 請你參考這個 這就是我 我跟學生一起的合作 做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做什麼 就是把intel的SSE 那些你可能知道 就是針對那種多媒體 那些single and swatch multiple data syncd的死因 然後變成ARM 30位 64位都有支援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裡面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 這是我 然後這包含說我的學生 像這一位就是 亞馬遜的工程師 然後像 這個是我們學生 然後就是之前在NVIDIA工作 然後還有什麼呢 然後還有在 在那個什麼 在Google 我突然忘記 直接看那個 這有時候顯示有點怪 直接看那個 以這個專案來講的話 在這幾年 就跟很多不同背景 包括說Apple 當然說Google 然後亞馬遜 你看說我們學生在畢業之前 就跟這個世界一流公司合作 所以協力表很簡單 就是我是誰不重要 我已經跟貴公司合作過了 就很簡單 然後除了這裡外的話 我們有講過就是我們做自駕車的時候 是從那種基礎建設看見 所以我們跟那個LG 就不要懷疑就是那個LG LG在矽谷有個實驗室 那這個矽谷的實驗室 就是來開發那個車子的自駕車的模擬器 那我們就跟它合作 然後在2019年11月 有個Plexpress 就是說他們這個新版的發布 然後它特別講到什麼呢 來來看一下這個 千工 University 看到沒有 快點看不到 用大點 千工University 然後呢 跟你講什麼 就是台灣車輛中心 然後呢 這個在哪裡 就是那個 沙輪的這個場域 所以你看到 你看這個是LG LG的專案 但是我們就做了貢獻 我們就貢獻了它的那個 地圖啦 貢獻它的一些模型 甚至我們後來有些精進 也持續跟這個LG合作 所以我們做這些項目的時候 就是跟什麼 是跟這個世界有的公司合作 那我想這個對這個 尤其是學生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是完完全決定的事業 你自己想想看嘛 你在學生的時代 就跟Arm Microsoft AWS工作了 那你 你當然還是可以去輪班 OK 就是 那你去輪班 就要做輪班裡面的公投 我覺得OK 你去輪班很好 那就是 當地主管 管很多人 或者跟老闆說 我就是要給我怎麼做 對不對 然後 但是你看 如果你在學生時代 就做了事 我要解決問題 就是事情 我不是只是人家 他叫我做什麼 所以就做什麼 對不對 我們面對就是這個 很有挑戰的議題 然後 所以 我們這門課 也 我們這個解說 也到尾聲了 所以 我的目標真的很簡單 就是說 這門課 就是一個計算的概論 帶著大家去學習 或是重新學習 這個電腦的一些原理 對吧 然後 這些電腦原理 其實說真的 它沒有說很複雜 但是要把它融會貫通 真的是有它的難度了 所以 我的想法就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該怎麼 從這裡設定這個題目 而且 是怎麼 是完整的去解決問題 這個你看 在德語的詩人跟作家 他就說一句話 就是說 你真的只有圓滿 很耐心的完成一個簡單的工作人 那才能夠克服困難工作的技巧 好 這就竟然有點廢話 但是說真的 這其實難 你看 西元規格書說真的 真的要看地方 也才200頁 就是 西元規格書有600多頁 但是 有三四百頁都不用看 因為那就是 你知道那個目錄啦 那什麼的 那就是那種 不是很重要的 真的值得看地方 就大概 大概200多頁而已 可是有多少人 可以把那200頁的東西看清楚 然後把它想懂 把它跟城市的新聞 建立觀點 這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它就是一個查詞點 但是好好的查一個詞點 有多少人可以把這件事做完 說真的 我從上個世紀錄工作到現在 也做過很多類型的工作 不能說非常多 就是說還算多樣 但是我沒有看過幾個 把這種簡單工作做好的 但是我希望我們學生們 可以這樣子把這樣做好 好 那這個終極目標 當然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 真的就是說 動手去做 而且真的是 解決真實問題之後 讓大家 世界各地人看到你在做什麼 好 那一定有同學說 如果我連Linus應用程式都沒寫過 可不可以學 可以的 反正你就學吧 我甚至把你連二進位都搞不懂 所以你懂嗎 我甚至先假設你對二進位是沒有認知的 我是從二進位 是從伏點數運算 是從西語 重新看教 所以你有沒有在Linus上寫過應用程式 I don't care 我只care 你什麼 你有沒有那個耐心 有沒有那個決心 就這麼簡單 好 然後當然 這些被你知識 對理解的課程非常之重要 對不對 這顯然是這樣 然後 這邊列出來 你就慢慢看 好 然後 所以我希望 我們的學生 以及參與這個課程的 特別是工程人員 你們在工作人員 我們要 真的要搞定這個需求 其實這個需求 有好幾個程式 從這個正確 安全 可讀 優雅 利他 但是絕大多數的台灣工程師 其實都還 correct 正確這部分都還走不出去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遺憾的事情 因為說 我們政府 每年花了巨大資本 然後 陳孫子說 我們的軟體 其實一直都還沒有走出這一關 不要說什麼安不安全的 所以很多資安都談不上 根本都不正確 談個資安 談個屁啊 行為上根本都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這幾年 在政府 華人大地區去強調什麼資安 滿足的 這辦得很成功 而且我回想 的確是有那種培育的人才 但是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 我們絕大多數的工程師 還是在correct 所以correct 這一層都沒有辦法看完 沒辦法有足夠的突破的話 其實看什麼資安 其實都還遠 更別說 後面更多的事情 更別說 在open source 整個軟體生態 有什麼影響 因為說真的我們還在這一層 那我的教學目標也很簡單 就像說我過去一些經驗 然後我想辦法找到一些外部的資源 那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學習 看看說我們 我們激發出的這些學生 我們引導出的學生 是不是可以往上走 那至少可以走到 readable 或者如果要走到 elegant 這一層我就可以退休了 希望至少可以退到第三層 就是可以往上前進到第三層 好 然後這個 你對我的期待也不用太高了 因為說真的 就是 你就算不來修這門課 你也可以來看我們的線上教材 對不對 然後看我們這些筆記 那 當然你修這門課 我們還是有特別的照顧 比方說該給你的資源 不是給你的 然後我們會想辦法去強化 你誠實面對自己的過程 除了每週的作業 除了每週的水量測驗 甚至一些問答 然後我希望你在過程中 去強化這個部分 然後 那 那 觀眾也希望你對這些 限定代數 你看數學 這些東西回去想 這東西為什麼它重要 不是老實說重要 而是親自 在動手 做 克服問題的時候 在當下知道它的重要 好 然後呢 嗯 對 注意到寫作業 才是租題 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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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課堂其實只是重點提示 然後呢 這邊有個小提示 就是說我們 9月8號正式上課以來 然後呢 前六週呢 我們課程的那個密度會很高 為什麼課程密度很高呢 因為其他課程還沒有 指派作業 注意到我們第一週 就會有考試 也不要太緊張 反正就是考 考計算概論的東西 所以就會考試 那就會有作業 然後 前六週呢 密度很高 趁其他科目都還沒有期中考的時候 還沒有出作業的時候 我們趕快出 然後呢 因為我們真的不希望 我們不希望說大家期末的時候熬夜 所以第一週熬夜就好 對不對 就第一週就開始熬夜 不要說期末才熬夜 第一週就可以開始熬夜 開始做事 也不用說熬夜 我們健康的運作 好 然後呢 一個小提示就說 你看 這個9月 你看成大的行事例 那個 9月呢 10月呢 有很多放假 所以我們會給你相對多的作業 讓你去填補這個時間 讓你好好的發揮 好 好 那我們的上課呢 欸 抱歉我寫錯了 9月8號 19號 18號 寫一下啊 9月8號 寫錯了 好 8號 那我們呢 是依據我們成大的這個課表 好 是下午3點10分開始 然後到到6點 然後呢 在我們成大資訊室的這個新館 二樓的電腦教室 好 然後呢你也可以透過這個Facebook的這個粉絲專頁 然後你可以去預約這個Office Hour 然後 呃 地點就在我的這個 我的研究室 好 那我的評分方法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在每週都有這個測驗 好 那我們會選出最高分的8次 好 所以比方說你總共有18次測驗的話 我們選出其中的8次 好 然後呢 所以你不用太太緊張了 也不用太太太太太太壓力太大了 18次裡面選8次OK吧 好 然後而且更困難什麼 你可以申請反復補考 考到你滿意為止 好 在12月30號之前都可以申請 然後呢 你的個人的作業 然後分組呢 會有專題啦 可能會有一些對應的報告 然後這占30% 然後呢 這個學生的自我評量 占了50% 然後給大家欣賞一下什麼叫自我評量 講到自我評量呢 像 呃 比方說像這個 好 那這個這個就是之前同學 2016年的同學 那先介紹一下你叫什麼名字吧 你的email啦 你Ghub的帳號叫什麼啦 好 然後你的產出 你要回顧一下你的產出 好 那上課呢 上了什麼東西啊 然後感覺到哪裡不足啦 那或者說像剛才那個 有 有參與這個open source發展 好 像這個張家用同學呢 他就跟em 不要懷疑就是那個 英國劍橋那個em 好 直接跟他合作 所以比方說這個 就是真實的 這是有強度的東西 而且這東西呢 我們有發表在那個 在一些研討會上 好 然後呢 就 反正他就是 就 就講好 所以他就覺得 他拿到十幾分鐘 他學了很多東西啊 然後那個 對 人生最刺激的半年 對吧 看他就是這樣 就是去感受一下 該做什麼事啊 然後 該什麼突破 然後呢 每週至少花了二十小時在摸索 沒有啦 因為可能是這個同學 求好心切啦 那應該可以少一點 那 但是不用太緊張啊 那是講前六週 我們之後呢會 所以只要有其他科目有期中考 我們就會想辦法 跳過 所以就是 我們這門課 原則上不會因為上了這門課 然後 影響到其他課 因為我們會避開其他課的這個 其中考 那如果你說 你有些什麼樣的考量的話 請你再告訴我 好 那最後呢 就是一些 那個 上過這門課的同學的分享 就不要說這個 在私科工作的這個同學 他一開始呢 是數學系 是倒數前幾年畢業的 後來好不容易考量成他電通所 但是因為 一開始做理論的嘛 那後來發現 好多公司不是 不是很需要這種 這種 利益很多公司做產品 那後來呢 這個同學呢 就來上這個課門 然後呢 他就拿他的這個 實說的成果 來打動聯發科技 剛好聯發科技 內部有個需求 你說為什麼我知道 內部有這個需求 因為我在裡面當顧問 還蠻這麼簡單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 那這個同學呢 他對跌跌撞壯 大學部 研究所跌跌撞壯 我真的認識 蔡東同學的時候 他是在 他替代役 他的替代役的時候 每週花一個禮拜 來乘搭上課 然後那是 後來路途就順利得多 因為他就 沾沾沾沾的客戶 然後呢 再來是像郭之軒 郭之軒同學 他現在就在Google工作 那他也是我在 成大教的第一批的學生 對吧 加入Google吧 為什麼去輪班呢 Google也不錯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周晃宇同學呢 他就在Microsoft工作 那之前的話 在阿里巴巴工作 阿里巴巴工作 然後他也分享一些經驗 那這幾個同學 偶爾他們在討論區 有可能看到他們 好 那我們課程教材呢 就是開放 那我們大部分的教材呢 我們有 我稍微統計了 我們大概有七成吧 七成多的教材是有錄影的 所以我們在上課的話 就幫你做一些重點提示 然後呢 我們就會做這個測驗 來做討論 然後如果說 你沒辦法到教室的話 也沒關係 因為你可以看這些教材 然後不管是錄影的啦 不管是那個 預先做好的一些文字的描述 你可以照著做 那注意到寫作業 才是主體 所以你一定要寫作業 寫作業才知道你的盲點 那知道盲點的話 我們去克服它吧 好 最後跟大家分享這句話吧 就是 夢想跟夢 其實說真的 它的差距呢 可能是很小的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 把夢跟夢想 這個東西你可以想清楚這兩個差別 而且你 如果沒有辦法說步步為隱 量力而為的方式呢 去面對你的夢想 那 那夢想用於夢 好 那最後 下面這句話呢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不是說代工不好 是 只是做一些沒有太大差異的這個 代工 或者說只是沒有差異的 沒有太大差異的 仿製 這是很危險的 像我們的台積電呢 可以做到世界一流 真的是很了不起 然後 但是呢 這也是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這個 畢竟要繼續投入更大的資本 然後 再來是說 圍繞在這個 整個這個 資訊科技產業 其實有 還有分非常多層次 那其實呢 我們現在在很多層次 其實沒有突破 那我開這門課呢 也是希望說 我們看有沒有大家一個機會 讓大家從這個素養 從這個態度 從這個思維 開始有一個全面的變化 然後呢 也許呢 再過個十年 二十年 也許這個 我們這個環境 會有一些 會一些差異 那特別注意到就是 我們身為的工程師 就是來做大師的 也許賺不到大錢 但是就是做大師 用雙手 改變這個世界 好 大概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那 希望大家 來上課 不管你來選胸 旁聽 我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作業 但是要寫作業 寫作業 寫作業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不來寫作業 如果你不寫作業 然後到課堂 那是很遺憾的事情 你不知道 你會不知道上課來上什麼 因為我們的作業跟教材 是有很高的聯動 那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 在作業 克服一些問題之後呢 我們在課堂去討論 這作業 克服什麼問題 他遭遇到什麼問題 好 然後 所以 大家現在就可以開始看這些相關的教材 有同學問到說 旁聽可不可以把這個作業放在這個作業去 當然可以 歡迎 旁聽的同學 如果你的寫作業 一定要發布上去 因為我會改 而且我希望呢 這是有軌跡的 就是說 你的作業 會在你的Github 你的hackend會存在 過一段時間 會收聽不到 這是故意的 一定要讓人家看到 做了就要給人家看到 這是21次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也不要說什麼工程師性格 那規則 你知道一句話 沒辦法翻譯成英文 都是人家幻想詞 什麼工程師性格 你告訴我這個要怎麼翻 沒有什麼工程師性格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做什麼突破 貢獻程式碼要讓人知道 沒有貢獻程式碼沒有突破 沒關係 我們把問題分析出來 讓人家在搜尋的時候 或人家在檢索資料的時候 或者說你可以再透過這個平台 知道你的成長過程 所以強烈建議 有旁定同學一定要寫的作業 而且分析出來 然後也貼在這個作業序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我怎麼做 比方說我批改 盡可能批改 這個改作業真的是蠻累的 改作業其實一個週末時間就不見了 好 比方說這個作業 你看這個是我們的作業描述 給他欣賞一下 我們作業描述盡可能寫得具體清楚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作業描述 我們有一個經典作業 經典作業就是這個 比方說我們稱為叫lab0 來給他欣賞一下這個作業描述有多長 就是看到這個卷軸 這個卷軸還在卷 那這個你基本上你要看完這個作業描述 需要兩個小時 才能夠完整的把這個作業描述看完 所以很多同學就以為說寫作業要兩小時 不是喔 是看完作業描述需要兩小時 可以嗎 那這個作業描述除了文字以外 還有什麼 有講解錄影 有解說錄影 然後又有什麼 又有這個 放心啦 我們每學習的作業都會改 都會有些調整 大體會有相似的 但是都會改 好 好 然後所以呢 就會要求大家在這上面 最後這個嘛 就是去這個 去記錄 然後呢 你看我有review 對不對幹嘛 我去批改 那 那比方說呢 所以就是通常第一週的作業都很多人寫 那我就儘量寫 那我也給你加一個批語 就是說欸做得不錯你可以關火 好 然後呢那個批改呢是怎麼批改的 比如說他的同學就講 他就講說他做什麼事啊 他過程中有什麼啊 他就跟你講說 這段程式嗎 你可以寫的 你看這個程式 你看這個縮牌 哇好多啊 好亂啊 其實也可以寫的 你看這個金錢多對不對 那或者什麼呢 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加一些煤P 或者跟你講說 東西該做什麼事 然後呢 然後呢 找什麼就好 然後 像這個 那同學呢 因為我 我安插一些意見嘛 他就開始去想 欸 那有時候呢 我提的意見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覺得 欸 可以再突破 再試試看 然後你看 結論就是 哇 覺得好優雅啊對不對 然後就覺得 哇好棒棒啊對不對 清楚多了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成長 那你跟我呢 都可以共同學習 那我覺得就是 我預期有一個 有一個 實作導向 又兼顧 更實作的一個 課程 應該是在這樣進行的 那不過很不幸的地方是說 因為 因為一些先天限制 然後因為 這講出來 其實覺得蠻丟臉的 但是要跟他講一下就是 我們一個月 給教學助教的薪水 是多少錢你知道嗎 是3300塊 3300塊 花整幫你對不對 所以 一個學生 他當教學助教 一個月只拿3300塊 你覺得 不好意思 叫他改作業嗎 沒辦法 所以通常我的助教只叫他 幫我開 打開門 幫我開冷氣 然後幫我統計一下 學生的上課狀況 幫我統計一下那個 課程名單 幫我去點名 幫我去 比如說 有些學生的那個 選課名單 會去變動 那或是說 學期末的時候 需要分組啦 或是一些提醒 助教會做這件事 那因為 我很難理解 所謂的 邁向一流大學 所謂的重點大學 為什麼 只給教學助教 3300塊的月薪 所以 我沒辦法 要求助教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門課 所有的作業批改 都是我自己改 然後教材準備 當然也是我自己準備 所以其實 這是我們這門課 其實說真的 很難帶成長一個 很遺憾的地方 那 所以 就緊張做吧 我們做做看 這門課什麼必要紀錄 沒有 就大學二年級程度就可以 就是你 你現在大學二年級就可以 因為我們這門課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 讓你有 美國一流大學 大學二年級的程度 可以嗎 所以你的基礎很簡單 會吸會呼吸 英文看得懂就可以 而且 我是假設你什麼批都不會的 狀況下去教你 當然你要花很大力氣 去看那些教材 然後你要想辦法跟著上進度 好 大概是這樣 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就是 歡迎一起來學習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線上課程開始 好 然後呢 不要太早退選了 就是希望 各位同學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好 至少在退選之前 我還是有學到一點東西 好 謝謝大家 拜拜